经纲班若研习报告第59卷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9年2月3年5月9 请先开经本131面 3 一切法所以有种种不同 是随业力而异 为时所变 业力复杂 现相亦复杂 业力纯净 现相亦纯净 丝毫不爽 此之位空即适有 凡夫不明此理 波无因果 取这空香 无所不畏 此堕落之因也 这段跟前面讲的 这两小段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我们修行观照的基础 我们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象的看法 到底哪一个看法才是正确的 哪些看法是错误的 这两小段可以说是最真实的看法 宇宙真相却确实实如是 如是 我们能够常常记在心上 常常用这个角度来观察一切万法 不但能得定 心能够安 也能够开悟 正所谓是 心安理的 道理清楚明白 心就安了 心安理的 就是原教初驻以上的果位 由此可知 这两段所说的是原初驻菩萨以上的境界 一切法为什么那么复杂 种种不同 复杂的原因是念头复杂 佛在《戴经》上常常提示我们 一切法从心降生 使法界一正庄严 乃至于一真法界 极乐世界 都是从心降生 如果我们能够稍稍体会的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仔细反省一下 我们的心想 从早到晚有多少不同的念头 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 从我们出生到这一身抱紧 你就想一想 多少念头 而我们自己能够觉察到的 实在讲是非常非常粗的念头 细的念头 我们自己不知道 越是心清静的人 观察的能力越维系 大乘经上讲 八的菩萨才见到阿赖耶时的动向 就是我们讲阿赖耶时的活动 他才能见到 那是极为细的念头 念头这么复杂 一切法从心降生 这个心想就是念头 心想出来的万法 它怎么不复杂 它当然复杂 我们一个人这个念头就无量无边 何况这些大众 云云众生 这个念头加起来 那还得了 经上用一句话来形容 不可思议 这是真话 确实不可思议 所以种种不同的现象 是业力变现出来的 这个地方讲业力变现 就是法乡宗所说的 为时所变 佛常常讲的 从心降生 一个意思 业力复杂 诸位要知道 起心动念就造业 不是说我们口造 身造才算造业 造业的工具有三大类 身 语 意 身造业 语造业 念头也造业 念头是意也 身口造业有中断的时候 有停止的时候 意也没有间断 不要以为我们在那里静坐 心很清净 一念不生没造业 维系的念头还继续不断在造业 每天晚上睡觉 我们的身不造业 口也不造业 还会做梦 做梦就是意还在造业 所以意造业从来没有中断过 这个最可怕 业力复杂 现得相复杂 古时候的环境 没有我们现在复杂 我们不要讲太古 讲三十年前 四五十岁的人 我们讲三十年前 他记得很清楚 三十年前的社会比现在淳朴多了 在三十年前 那个环境更淳朴 更可爱 什么原因 因为那个时候妄想 分别执着比现在人少 社会五欲六成诱惑也少 现在妄想多 诱惑你打妄想的事情太多 太多了 每天电视一打开 就是诱惑你打妄想 每天报纸这都是叫你打妄想 原不好 三十年前也有报纸 没有这么多 只有一张 两张而已 现在十几张 妄想多了 这个社会比从前复杂 妄念多了 我们从这一方面能够体会得到 古时候的人心比较亲近 尤其是中国人 中国从前的人念古书 从小就叫他念书 念书修什么? 念书修戒定慧 戒定慧是从小就培养 我们中国古代的小学 儿童七岁上学 主要教学的宗旨就是戒定慧 但是他没有用佛教这个名词 内容完全相同 教小孩要懂的规矩 要知道长幼有序 一举一动 言语都要懂规矩 规矩 规矩就世界 训练他心地清静 不要胡思乱想 用什么方法训练? 读书 背书 背书他就不打妄想了 书里什么意思 不讲 只教你念 只教你背 什么意思不知道 修定 一懂意思就胡思乱想 所以不讲解 只教你背诵 从七岁到十二岁 这个过程当中 把所有的经书 或者是你的父母 老师选择古人的这些好的文章 都在这一段时间把它背熟 每一篇要背一百遍 两百遍 背熟 这个功夫下得很值得 他心清静 心定下来了 而且所背诵的东西 一生都不会忘记 八十岁 九十岁了 依然朗朗上口 不会忘记 写文章 说话 引经据典 随手拈来 不要去查参考书 都是从小背书来的 所以他修定 小的时候修诫 修定 十三 四岁入太学 从前没有中学 小学毕业之后完成了 就入太学 太学就是大学 大学里面老师不是教你背诵 讲解 研究 讨论 就是你过去所学 所背诵的东西 在这个时候老师指导你 为你讲解 带着你研究讨论 天天做这个 开智慧 老师教学有没有课本 给诸位说 没有课本 老师从小也被熟了 学生也被熟了 所以不要用课本 讲起 论语 第几篇 第几页 第几行 大家都知道 都被熟了 不要用书本的 从前读书了 快乐 不像现在念书念的好辛苦 我看到现在的学生 下一生不敢做人 太苦 太苦了 从前读书了 老师带着学生 带着韭菜 游山玩水 去旅游 旅游三个月回来 这个课程讲完了 一路玩世 一路研究讨论 你说那个多快乐 哪里像现在读书这个样子 可怕 吓死人 所以从前读书真乐 我们看到古人生活 读书 真的都是诗情画意 的确他这个生活 是有真善美 现在没有了 现在我们所享受的是 物质文明一点方便 可是付出的代价非常惨痛 人生的乐趣没有了 人都变成机械 这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 我们必须要觉悟 这就是显示出业力之纯净跟复杂 从三十年这个阶段 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现在是愈来愈复杂 现得相当然复杂 如果业力纯净 现象就纯净 哪些像是纯净的 西方极乐世界是纯净的 华言经 上讲的毗卢浙那佛的华藏世界是清净的 人家的世界为什么清净 所有一切生活在那个世界的众生 想法 看法都很单纯 它不复杂 像我们今天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项专念 一 只想一个 其他的都不想 依旧纯净 每一个人都是一项专念 生到西方净土的 所以西方净土人虽然很多 大家都是一项专念去的 他没有别的念头 只有阿弥陀佛 这就纯净 西方叫极乐世界 不复杂 复杂苦 纯净就乐了 诸位如果真正体会这个道理 你就真有智慧 你真的是开悟了 我们学经教 学一部经 纯净 快乐 你要是想全部 大藏经 都要学 你会累死 累死了也学不成功 分量太多了 我们中国有一套 四库全书 这部书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给我们谈 四库全书 的分量 就是从头到尾看一遍 其他的不能研究 看一遍 他说 假如 假如一个人一生下来就会看 一出生就看 他的寿命很长 能够活到一百二十岁 到一百二十岁 这部 四库全书 还没有看完 他已经就过世了 你就晓得这部书的分量是多少 我们今天讲 大藏经 多 我们的精装本 大藏经 一百册 一套 四库全书 一千五百册 是十五套 大藏经 那么多的分量 砸 就什么成就都没有了 诸位要晓得 真正聪明人 专一 你才会有成就 才能够成功 不能搞砸 所以业力尽 相就尽 丝毫不爽 丝毫不爽 是总结上面两个现象 业力复杂就现复杂的现象 业力单纯就现单纯的现象 因缘果报 丝毫不爽 这是把真相说出来了 虽然现象 不管现的是复杂的相 单纯的相 这个相 都是一刹那九百叶因果报的生灭相续相 没有例外的 诸佛净土也如此 我们这个六道 十法界也是如此 没有例外的 诗实在在讲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所以佛教导我们要放下 教我们要无助 因为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你住个什么 你放下 就对了 放下就与事实真相相应 放下是心里面决定没有妄想 分别 执着 把这个断掉 清净心现前 为什么又要教你身心 因为它业力在变 所以教你身心 教你身善心 变现的是善境界 教你身敬心 变现的是清净境界 这是佛教给我们要身心 不身心不行 不身心怎么不行 不身心 你一定受业力的支配 我这一生不造业 心很清净 过去身中有业 无量节来不断地在造业 那个业力会起现行 你这个定控制住 它暂时不起现行 那个定力一失掉 控制不住 马上就起现行 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很多 佛告诉我们 身似禅天的人 身似空天的人 似禅 似空天都是靠定力往生的 天的层次不一样 越往上去定功越深 也就是说 它定的时间越长 最长的 非想非非想触天 它定力有八万大节 八万大节真的是很长的数字 八万大节到了 它的定力失掉 失掉的时候又要堕落下来 那个堕得很惨 大成经上讲 一般都是堕到阿比地狱 为什么它造这么重的罪 因为它毁谤三宝 它自己不知道 已未升到四禅天 四空天就已经正的大涅盘 不生不灭了 到了那个时候 它定力失掉 又要堕落了 于是它就怀疑 十方诸佛所说的话是假的 不是真的 我已经正的大涅盘 为什么还要堕落 所以它就毁谤三宝 毁谤三宝的罪业 堕阿比地狱 我们是坚人常讲 爬得高摔得重 也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事实真相不可以不明了 明了之后我们就不至于发生误会 才能走出一条正道 四禅 四空天是其路 不是正道 路走错了 我们晓得 真的是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空即是有 有即是空 前面一段讲 有即是空 都是假相 空即是有 都是从自信当中变现出来的境界 凡夫不明此理 理不懂 事实真相是一无所知 于是他迷惑 迷惑还不要紧 特别固执自己的成见 因缘果报没看到 没有看到不相信 你给他讲 你造罪业会堕地狱 地狱在哪里 你看见了 纵然我说我看见了 他还是不相信 你看见 我没有看见 还是不相信 要他自己看见他才相信 别人看见告诉他 他都不能接受 他不相信 这样的人没救了 这叫 波无因果 不相信因果报应 你给他讲西方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真的 你相信阿弥陀佛 因果报应是真的 你相信 遇到这样的人 这就是佛经上讲的 一产题 没善根 讲不通 碰到这种人 那有什么法子 我们只有和掌阿弥陀佛 你高兴怎么办 就怎么办 我们帮不上忙 不但我帮不上忙 诸佛菩萨来也帮不上忙 你不相信 这些不相信因果报应的人 取着空箱 这个空箱是什么 认为人死了就死了 一切都没有了 哪里有什么轮回 哪里有什么报应 死了一切都完了 于是他这一生可以无所不畏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是他堕落的原因 到以后他见到地狱 见到轮回 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 由此可知 真正有佛缘的人 能够闻到佛法 能相信 能接受 这佛在经上讲的 如果没有善根福德 不行 要是相信净土 那是很深厚的善根福德 善根福德少了还不行 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 阿蛇王子过去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那样的善根还不行 还是差了一截 过去身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不少了 这样的善根福德 阿蛇还不能相信西方极乐世界 不能发愿往生 我们自己想想 我们听到了 真的相信 真发愿 那你就应该自己恭喜自己 你的善根福德超过阿蛇王子很多 四 叶从何起 起于心之有念也 念与叶时时变异 为此同聚之灵性 则从来不变不异 为一切法之本体 有体必有用 有用必有相 相虽换有 而从来不断 故不应着有 意不应着空也 业从何起 起于心之有念 我们学佛的人 大概都比较聪明一点 都有一点警觉心 不学佛的人不知道 一生真的是懵懵懂懂 糊里糊涂 学佛的人 不管他懂多少 我业障很重 要想法子消业障 他还知道消业障 不管业障消得了 消不了 他总有个念头要消业障 消业障 先要晓得业障是什么 如果业障是什么都不晓得 你从哪里消起 先要认识业障 然后才有办法把它消除 这个地方说明白了 业障就是念头 善的念头就是善业 恶的念头就是恶业 善恶的标准是什么 这要搞清楚 如果不搞清楚 许许多多人把恶业当作善业 不知道自己造恶业 佛法当中的标准 前面曾经说过一句 舍己为人 这个念头只为一切众生的好处 而没有为自己 这个念头是善念 这是善业 如果起了一个念头 只为自己得利益 没有想到一切众生 这个念头就是恶业 佛法的标准在此地 我们起个念头 利益自己也利益众生 怎么样 这个念头是善恶交杂 不是纯善 也不是纯恶 果报要看将来哪一个力量强 先去受报 这个不定的 善念是一定得善果 恶念是一定要受恶报 善恶混杂不定的 要看后来的缘 由此可知 其心动念关系太大了 佛在大乘法里面教导我们 一心一意专念阿弥陀佛 一心一意专劝一切众生念阿弥陀佛 这个也是纯善 一心一意专劝一心一意 求生净土 对这个世间决定没有贪恋 你就一点恶业都没有 在这个世间 随缘度日就好 生活富裕 富裕是你前身修的才不失多 这一生的生活富裕 你就过富裕的生活 这个富裕不放在心上 如果这一生生活贫贱 日子过得很苦 生活条件很差 也不需要追求 也无需要改善 早一点求往生 你的心是定的 如果我的生活很辛苦 看到别人过得很舒服 想跟人家比一比 想方法来改善自己生活 你们诸位想想 他有没有意思离开六道轮回 没有意思 还是留恋六道轮回 因为他还想改善他的生活 他并不想往生极乐世界 这样的人求往生难 这些道理不但佛教导我们 儒家也教我们 素富贵 安于富贵 素贫贱 安于贫贱 心都是安的 他心为什么安 道理明白 事实真相明白 所以他心很安定 他没有一切的欲望 没有一切的追求 安里面就有了 中国谚语常说 知足常乐 虽贫贱 他知足 他快乐 虽然是世间富贵人家 他不知足 他的日子过得很辛苦 世间什么人最苦 不知足的人最苦 什么人最快乐 知足的人最快乐 我以前受戒的时候 的戒和尚是道元老法师 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在江苏常州这一带 他们小时候做小和尚亲眼看到的这桩事情 有一个要饭的 他的生活快乐 出去讨饭 每天游山玩水 晚上随便找个破地方睡一下 他的儿子做生意发了大财 他的亲戚朋友都骂他 你发这么大的财 你的父亲在外面讨饭 你晓不晓得 这儿子没有面子 就派了好多人到处去找 好不容易把父亲找回来 给他洗了澡 换了新衣服 在家里当老太爷供养 养了不到一个月 老先生偷偷的跑掉 又去讨饭了 人家问他 为什么 快乐 天天在家里好像关在监牢狱 我一天到晚游山玩水多自在 无忧无虑 心里没有牵挂 高人 这是真正的高人 什么都没有 要吃饭讨一餐饭吃 哪里都可以睡觉 身上一无所有 游山玩水又不怕强盗 什么都不怕 这多自在 他那个生活快乐悠悠 别人没有办法能体会到的 这个人是知足常乐 他是世间最快乐的人 在家里享福的老太爷 不如他 比他差远了 所以我们要懂得 明里 我们心就安了 什么都不求了 一切都随缘 随缘就自在 何必要打妄想 念与夜时时变异 念是造作 造作的结果就是夜 我们前念跟后念不一样 真的 这个念头刹那刹那在变化 有时候的变化非常之大 这就是讲妄想 妄念 为此同聚之灵性 则从来不变不易 为一切法治本体 灵性就是真如本性 妄念千变万化 无量无边的变化 但是真如本性从来没变过 佛法的修学 佛菩萨对我们的教导 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要明心见性 要在无量无边变化里面去找一个不变的 把那个不变的东西找出来 依循不变 这就是佛 就是菩萨 佛菩萨用的心 是用那个不变的心 不易的心 他们用这个心 我们凡夫用的心 是一天到晚在变化的 这个心是妄心 不是真心 真心是不变的 我们是用妄心 真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 不但六道 十法界是依真心变现出来的 诸佛菩萨的净土 依真法界也是心性变现出来的 它是一切法的本体 有体必有用 有用必有香 妄心断净 真心完全现前 现出来的就是佛的净土 有体一定会有用 有用一定会现香 所现的是一真法界 所现的是极乐世界 香虽患有 而从来不断 诸位要知道 像是决定不会断的 我们现在这个妄想也不断 它会变 香虽变不会断 这个道理你要懂 它刹那刹那不住的在变 从来没有断过 如果断了 那真如本性不就断掉了 哪有这种道理 没这个道理的 古德的比喻比的好 所谓 已经做气 气气皆经 譬如我们用黄金做个佛像 佛像不喜欢了 我素一个观音菩萨像 黄金还是那个 并没有断 香改了 我把佛像融化 再做一尊观音菩萨像 香变了 性没变 金没有变 金是一定有香的 因为那个香刹那刹那在变 因此我们起心动念关系就太大了 你日常生活当中起什么心 动什么念 因为这个香都是幻有 而且从来不断 故不硬着有 亦不硬着空 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 所有的现香假有 凡所有香 皆是虚妄 所以你不能执着有 但是那个香不断 假香不断 它千变万化 所以你也不能这空 你这有错了 你这有错了 这空也错了 佛教给我们 空有两边都不执着 就对了 五 既知相由夜转 夜坐于心 则知一念之音虽为 其关系却是极大 学人应于起心动念时 观照用功也 既知相由夜转 夜坐于心 这两句把道理说出来了 真的是宇宙万有的道理 这从大的来说 如果从小的来讲 我们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你这一生是好命还是不好的命 这两句话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明白 明白这两句话 你就会主宰你自己的命运 可以改造你的命运 改造命运不难 像是色相 色相 我这个身体 我的身体不好 我的身体多病 我的身体不够圆满 很多人想改 用什么方法改 到美容院里面去改 到美容院里面去改 到外科手术整形里面去改 越改越糟糕 那个副作用太大 改了以后再出来看 那真的是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太可怕了 他不懂道理 从心上改 你的心善 你的相貌 就善良 心慈悲 相貌 就圆满 从这个地方改 不需要找美容整形 用不着找他 那个害死人 从心上去改 这个一定要小的 也做于心 衰老了 老苦 连衰老都可以返老还童 可以能够回过来 只要你会改 你为什么会老 心老了 天天想 我老了 七十了 八十了 九十了 老了 他一天到晚再想老 就老得很快 如果你能够把老给忘掉 你的念头都是年轻人的念头 你马上就回过头来 身体都回过头来了 身子也灵活 这是色相 要懂得从心想身 看你怎么各想法 他就怎么各变法 常常想佛 常常想菩萨 想上几年 相貌就变成佛菩萨 相随心转 相貌会变 会变成佛菩萨 变得很圆满 让人家看到你都欢喜你 都尊重你 他会变 多想想好的 不要想坏的 多看看佛菩萨 照佛菩萨那个模样来塑造自己 这是聪明人 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要从心地上下功夫 实在讲心是主宰 心很重要 在世相上 那只是小小的补助而已 世相上 现在上了年岁的人 四五十岁的人 知道要注重身体 保养身体 要进补 每天要练气功 要去打拳 搞这些锻炼身体 身体也未必好到哪里 不见得 我们学佛的人拜佛 拜佛对于锻炼身体非常好 但是也是辅助 真正主要的是练心 那才是真正重要 我在初学的时候 没有出家以前 做居士的时候 跟颤云法师住茅棚 现在在台湾 高雄元亨寺普庙老和尚 跟我们一起住茅棚 我们那个时候就在一块 交情很深 那个时候我每天晚上九点钟睡觉 早晨三点钟起床 住在山上 那个时候的山 荒山没人住 不像现在 现在那个景观完全破坏了 早晨起来做早课 早课完了 我要做早饭 颤云法师饮食很讲究的 早晨要吃豆浆稀饭 我们早晨起来要磨豆浆 豆浆里面掺花生米 那个稀饭很香 很好吃 早餐自己做 早饭煮好后 还有一段空闲时间 拜佛 我早晨拜三百拜 我拜的速度很快 大概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点 我早晨拜三百拜 中午拜二百拜 晚上拜三百拜 每天规定是拜八百拜佛 我拜了五个半月 拜了十几万拜 以后 出家之后就教学 就忙着讲经 这些事相上修行就很少了 最近差不多二十年来 我没有拜过佛 只有讲经的时候在旁边拜三拜 讲完了再拜三拜 没有再拜了 什么运动都没有 我在美国讲经 遇到中国练功的人 在旧金山讲经遇到这些人 他们来听 听完之后 听众告诉我 他说 法师 中国来的这些有功夫的人 他们在底下说 你的功夫是高段的 你是怎么练的 问我怎么练的 我笑笑说 我什么也没有练 怎么是高段的 但是他说那个高段的 也应该有道理 我们懂的 我们练的是清净心 我们是从根本上练 他练那个是在枝叶上练 不一样 所以心清净 身清净 一切并不深 不会衰老 心要紧 善导大师在 观无量寿佛经 注解里面讲 一切皆是心在做主宰 这个意思给我们重复说了很多遍 这个地方就说的很有道理 相由夜转 夜做于心 心要清净 心要平等 心要善良 心要慈悲 念念想一切众生 把我忘掉了 你要说老 老总的 有个人去老 我老了 我 没有了 谁老了 佛菩萨为什么不老 因为他没有 我 有我才会老 没有我就不老了 有我 才会生病 没有我 病谁生 你们哪一个人执着有我的 你们就要生病 如果 我 不要了 没有了 决定不会生病 决定不会衰老 而且死也没有了 有我才会死 我没有了 谁死 生 老 病 死 统统没有了 金刚经 上交给我们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然后你去问谁老 谁病 谁死 统统没有了 这才叫解脱 才叫的大自在 则知一念之音虽为 其关系却是极大 学人应于起心动念时 观照用功也 这也是真正修学重要指导的原则 一念 虽然为不足道 一般人没有重视念头 殊不知念头关系太大了 它能改变你的身心 改变你的生活状况 这个道理 这个事实 只有佛菩萨看得非常清楚 会用功的人在哪里用功 在起心动念 宗门里常说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念头要转得快 念起不怕 起来马上就转掉 把自私的念头转成大公无私 把一切虚妄的念头统统转成阿弥陀佛 这样就好 所贵的是转得快 这就是钻石成智 你就会用功了 会用功的人就是转念头 六 应之相即非相 生即非生 既不着有 亦不着空 如是空有双离 以行六度万行 乃能利益一切众生 应之相即非相 生即非生 这两句完全讲的是事实真相 相为什么是非相 非相是空 相是有 有即是空 所有一切现相 只不过是刹那九百生灭的相续相而已 确实不可得 不要误认为有所得 你错了 一切法具不可得 你要认清楚事实真相 生即非生 非生是无生 生就是无生 因为它速度太快了 一秒钟有两个十万八千次生灭 我们这个念头来不及 你一个念头想到生 生早灭掉了 早就没有了 所以一定要知道事实真相 知道事实真相 你才晓得佛讲的话有道理 佛说的对 空有两边不执着 一切法不放在心上 境界现前 若无其事 心永远是平静的 永远是安乐的 如是空有双离 两边不住 以行六度万行 乃能利益一切众生 这里面决定没有利益自己 一生的生活随缘度日 真正是幸福快乐无比 世间人之苦 我们应该体会得到 苦的是什么 妄想 分别 执着 忧虑 牵挂 苦的是这些 而这些东西是什么 是一场空 当体集空 了不可得 所以你想想看 那个苦多冤枉 因此佛在经上常讲这一切众生 可怜悯者 你真可怜 假如真的有苦 你吃苦 不能说是你可怜 这个话就说的太过分了 他 根本没有苦 他在打妄想自找苦吃 他不苦 这是事实 哪来的苦 都是迷惑 都是把事实真相看错了 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 在这里面虚妄地去承受 这才叫真正可怜 能够明白事实真相 则修六度万行是利益众生 六度万行对众生有什么利益 唤醒众生的迷惑 不但佛菩萨讲经说法是唤醒 佛菩萨在生活当中 一举一动 一言一笑 都是唤醒众生 所以是现在这个世间 给一切众生做觉悟的榜样 是加木尼佛在生活当中 须菩提尊者觉悟了 看出来了 赞叹 稀有世尊 佛表现什么稀有 道社为大臣托波 这一持波 在平常人看 这有什么稀奇 一点也不稀奇 会看的人懂得 他自在 他快乐 他幸福 他的人生充满了真实的智慧 怎么不稀有 我们这个世间无论做多大的官 发多大的财 他不快乐 不幸福 他苦恼无边 那就不稀奇了 遇到个人真的幸福快乐 他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苦恼 他什么都没有 这才珍稀奇 佛菩萨是现在世间 表现的是这一套 所以会看的人看出来 惊讶 赞叹 稀有 这就是利益一切众生 说到以行六度万行 就是是现在世间 他全部的生活活动 佛教的术语教 以行六度万行 都是给众生做榜样的 都是启发众生令众生觉悟的 也许我们要问 许许多多众生看到他那个样子 没觉悟 那也能得利益吗? 能 觉悟哪有那么快 哪有一表演 他就觉悟了 那不是普通人 好像讲经 两个小时讲了 你就开悟 你就正果 那不是普通人 这叫熏悉 佛菩萨不断的视线 生生世世的视线 慢慢来熏悉 时间久了 熏悉力量就产生 我们中国古人衣服有香气叫熏香 现在科技进步 香水喷一喷 马上就香了 快得很 从前这个熏香 烧的这好香 衣服放在那里去熏 大概要熏两三天的时间 这个衣服穿出去 可以保持好几个小时香气不散 佛经上常讲熏悉 佛菩萨视线 虽然你天天跟他接触 看到他 没有开悟 但是你受到熏悉了 深深世世不断的熏悉 总有一天你会觉悟 那个觉悟不是偶然的 可见得佛菩萨所示现的没有白费 佛法里面讲 对于一切众生有静音 静音是他马上成就了 有种原因 来生来世 甚至于到无量节以后是 佛菩萨的心 他有恒心 有长远心 有耐心 他并不急着赶快去成就 凡夫心很急躁 希望赶快就成就 殊不知 欲速则不达 一定要时节因缘成熟 而时节因缘必须是长时间的培养 世间往往有些大工大业 不能在自己一生完成 诸位读历史 你就晓得 古圣先望 他的理想 他的愿望 他真正在做 但是他看不到成果 他知道他传到底下一代 再传一代 这个成果现前了 他晓得 一个理想不一定自己能看到 希望能传递到底下一代 再传一代 能够实现 那都是对于众生有很大的利益 这就是我们所谓 历史的眼光 历史的任务 特别是在佛法沉传 弘扬方面 一定要有远大的眼光 七 修二边双离之音 正记照同时之果 世卫究竟之利益 发大心者 如是空有双离 以行不施 不施此空有双离之妙法 则自他皆的离相见性 断念正体 同归性海 其利益之大 不可思议 修二边双离之音 正记照同时之果 世卫究竟之利益 这个利益大 越是大 时间越长 这是一定的道理 对众生越有深远的利益 古人有很多用心 的确不是我们粗心大意的人所能够了解的 我年轻时喜欢读历史 最初我对历史上有一桩事情很疑惑 放在心上很长的一段时期 得不到答案 那就是历史上有 影异传 我不懂 这些影视 影居的人 虽然这些人有学问 有道德 他也有能力 但是从来没有替社会做一桩事情 好像并没有真正利益国家民族 为什么历史上要给他写传记流传到后世 这个我很迷惑 历史上流明都是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 这才流到后世 这些人没贡献 一天到晚做诗 做文章 喝酒 游山玩水 他都搞这个 也给他做成传记 我那时候很不服 后来学了佛才晓得 真的要给他力传 他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很伟大 他教人是什么 他不是没有本事 不是不能跟人家真 他有道德 有学问 有才干 他所表现的 教给我们世间人 余事无求 余人无真 他不是口说 他做出来表演给我们看 他不是没有能力求 不是没有能力真 有这个能力 不真 不求 饮事 对于国家常治久安 有很深远的影响 这个给他力传很有道理 这是像佛陀一样以身教 表演出来给你们看 人人都能够 余事无求 余人无真 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今天天下为什么这么乱 喜欢竞争的人太多 喜欢追求的人太多 所以天下就大乱 如果人人都能够不争不求 天下太平 有很多人说 不行 现在这个年头要是不打拼 活不了 我跟人家不打拼 我活得蛮好 我活得比他好 比他自在 我也没有求 也没有真 日子不是一样好过吗 他要真的不求不真 保证他死不了 都是妄念在作祟 完全是错误的观念在支配着 自己一生苦恼 也把社会扰乱 带给众生苦难 没有利益众生 二边双离 要修这个 二边 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 空有两边是蒋刚领 细说就太多太多了 真假是两边 邪正是两边 是非是两边 善恶是两边 利害是两边 人我是两边 统统离开 那个心多清净 大家读这个经 修二边双离 离空有两边 你执着这个 其他的你没有离 那你没有体会到经的意思 二边 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讲的 相对论 相对的两边 两边都舍 你的心真正清净 既是清净心 照是智慧心 你的心里清净而充满智慧 既照同时 清净心 智慧心同时显现 的这个果报 这才是真实究竟的利益 不但对自己有利益 对一切众生当然有利益 你知道用什么方法照顾一切众生 知道用什么方法 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 离苦得了 我们今天有这个心 有这个愿 没有能力 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力不足就是我们计照功夫不够 所以力量达不到 发大心者 如是空有双离 以行不失 金刚经 尚所说的这些不失 意思都要很清楚 很明了 不失就是我们一生全部的生活行为 一切都要贡献给一切众生 都要贡献给社会大众 绝没有一丝毫为自己 像前面我说的 穿衣吃饭都是为众生 都不是为自己 这是 金刚经 尚所讲 离香不失 的真正意思 不失 此空有双离之妙法 则自他皆的离香见性 断念正体 同归性海 其利益之大 不可思议 不失 平常在佛教里面 对于这些法相名词似是而非的 好像懂得一点 什么叫不失 到这个寺庙来捐一点钱 叫不失 看到别人很可怜 乞丐给他一点钱 这叫不失 意思都错会了 不是这个意思 这样的不失 你怎么能够离香见性 你怎么能够自立立他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不失是讲我们整个的生活行为 都要能够舍己为人 这叫不失 这样才能够离香 我们这样修久了 自自然然世相就没有了 世相不必要离 不必要破 久而久之化掉了 大乘法之妙 大而化之 我们起心动念 想到虚空 想到法界 想一切众生 不想自己 把自己忘掉了 这个方法比小臣 全教高明太多 世相离旧见性 妄念断旧正体 同归性海 自他不二 身佛不二 性相不二 这是同归性海的现象 利益之大 不可思议 八 一切众生 一切诸相 有种种意 概括为四 第一 相者 相状 未有生之类之相状 不但指外形 兼指内心状况 种种生类 色心相状 差别不一 故曰种种 如是一切诸相 俗眼观之 婉然现有 到眼观之 除五蕴变现外 时无可得 经言 当下即空 生而无生 故曰 一切诸相 即是非相 此名生空之意 五蕴本身 亦众缘合合 亦本非实 惊人未知分子 原子 电子 粒子 波动等事也 当体即空 故曰 一切众生 则非众生 此名法空之意 名生空 所以破我执 离我相 名法空 所以破法执 离法相 生空 法空 空空 视为三空 据此三空之正至 明金刚般若也 一切众生 一切诸相 有种种意 这里给我们解释 一定要清楚 要明了 如果把意思错会 你平常用功当然不得理 这个地方简单说四个 这四个当然都是归纳 第一 相者 相状 未有生之类之相状 不但指外形 兼指内心状况 种种生类 色心相状 差别不一 故曰种种 这是我们不难体会到 六道里面 天人我们见不到 恶鬼 地狱我们也见不到 但是人与畜生我们见到了 人跟畜生 我们今天讲的动物 在这个地球上各种动物数量就很大 现在科学家已经知道的 总是千百万种 还有不知道的 还有没有发现的 那个数量不会比已经知道的少 这是讲色心相状 差别不一 如是一切诸相 俗眼观之 婉然现有 我们看到都在眼前 都真的有 我们凡夫所见的 凡夫执着的 这统统有 到眼观之 佛菩萨们看 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 除五蕴变现外 十无可得 再多的种类 无量无边的种类 总不外忽涩 受 想 情 识 包括它的外形跟心理活动 这五个字全都包括了 人家看得透彻 看得彻底 看得究竟 经言 当下即空 深而无深 故曰一切诸相 即是非相 这才是把事实真相真正看出来 我们是迷在真相里 佛菩萨是对真相彻底通达明了 他不迷惑 迷是凡夫 觉是佛菩萨 迷雾不二 为什么说迷雾不二 迷的是事实真相 悟的也是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里面没有迷雾 迷雾在人 此名升空之意 升空 就是我们讲的动物 动物的生态 当体极空 了不可得 五运本身 亦重缘合合 亦本非实 五运真有吗 没有 五运也是假的 也是原生之法 佛法里面讲五运 经人未知分子 原子 电子 粒子 波动等 现在科学里面讲这些 这些说法 跟佛法里面所讲的因缘生法 五运皆空 当体极空 意思非常接近 前一代的科学家 还以为有物质存在 他们分析到原子 电子 粒子 还以为有物质存在 现代的科学家 科学的仪器进步 粒子还可以分 分析到最后发现是波动的现象 于是肯定了没有物质的存在 这是近代科学家才证实 没有物质存在 物质现象是怎么来的 波动的现象 这跟我们佛法讲的又接近一层 佛法讲宇宙万有的来源 是讲 无明不觉生三系 境界未原长六粗 无明就是波动 所以无明是洞相 不是近相 用什么方法破无明 用定弓 因为它是洞相 静就把洞破掉了 佛法的修学 讲求禅定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换句话说 就是所用方法手段 亦无量无边 亦八万四千 这些方法手段 只为一个目标 就是定 统统是修定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禅宗是修定 别的就不修定 你都错了 不是修定的就不是佛法 凡是修定的统统是佛法 修定的方法手段不一样 我们净土宗用念佛的方法修定 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修定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就是禅定 使用的名词不相同 方法不相同 我们的方向相同 目标是相同的 佛家常说 法门无量 殊途同归 就是这个道理 发现是波动 这的确是很了不起的发现 当体即空 这是一句总结 哪有物质的存在 万法因缘生 无量的因缘 所生的现象是刹那生灭的连续相 所以当体即空 故约一切众生 则非众生 佛在 金刚经 上讲这句话的意思 我们才真正懂得 众生不过是假名幻相而已 实在了不可得 此名法空之意 法是万法 前面 生 是讲有情众生 法 是讲无情众生 有情跟无情都是当体即空 都是了不可得 名身空 所以破我直 离我相 名法空 所以破法直 离法相 两边不着 不着就是我们常讲放下 你为什么放不下 你对于道理 事实真相没有透彻 没有透彻 就是你没有看破 没看破叫你放下 那个太勉强 那个放下好难过 真正搞透彻 搞明白了 自自然然放下 放得很舒服 很自在 这一放下 的真正的安乐 自然就不一样了 所以是放下不难 看破难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四十九年 何以故 无非是帮助我们看破而已 至于讲放下 一念放下 念佛人一念放下就往生了 所以往生有什么难处 现在放下 现在就走了 什么时候放下 什么时候就走了 容易得很 难在哪里 这里面的道理 事实真相真难懂 因为你不懂 所以才放不下 为什么放不下 以为这是真的 我这个身体是真的 我这个产业是真的 我那些美金钞票是真的 都不是假的 执着在这个地方 放不下了 不知道这些东西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不晓得 所以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 讲了四十九年 讲了四十九年 我们还是没听懂 还是没看破 还是不肯放下 第藏经 上讲 众生难度 严福提众生 刚强难化 升空 法空 空空 升空是有情众生空了 这里面的意思要体会 有情众生是我自己 就是我空了 能得 能执着 能想象的空了 没有了 法空是我们所执着的 所想得到的 也是空的 能空跟所空都不可得 你还打什么妄想 你还 你还 何必在这些 假乡里面 斤斤计较 你真的 看破 真的 放下 一切都不计较了 你要是 碰到 一个人 他今天 把你的 钱骗去了 或者 偷去了 你会 很欢喜 若无其事 没事 你一点 也不会 忧愁 苦恼 若无其事 你今天 得到什么东西 也若无其事 心不会被外面境界赚了 为什么 得到的 空的 丢掉了 也是空的 得无所得 舍魔所舍 没有得失 这才是事实真相 连 空 都不执着 我空 法空都不执着 空也没有了 这叫三空 据此三空之正智 明金刚班若也 世尊在这个经上 屡次劝导我们 授持读诵 为人眼说 这叫授持 金刚经 我空 法空 空空 才是授持 金刚经 这不容易 不是说授持 金刚经 每天早晨念一遍 晚上念一遍 我每天授持两步 金刚经 你完全这香 我能授持 金刚经 是法 是我所授持 我也未空 法也未空 这叫授持 金刚经 妈 可是这样误会的人 的确很多 他授持 金刚经 也念开经 记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你今天把这事实 真相搞清楚 才知道他是 误解如来真实义 他不是愿解 得改一个字 误解如来真实义 错解如来真实义 全都搞错了 九 通达众生非众生 则知众生性本空计同佛 众生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心性空计 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 一切众生的心性 也跟诸佛如来一样 没有两样 故事愿普度一切入无于涅槃 而无众生难度之想 这事学佛的人一定要发愿 没有愿 人就没有志气 人没有前途了 愿世行的动力 世间人 我们在大都会里面 看到这些经商的 做生意的人 真的拼命 不眠不休 他们饮食不正常 不像我们到终点吃饭 好多做生意的人 中午两 三点钟才吃饭 晚上八 九点钟才吃饭 有的还要工作到夜晚一 两点钟 这样认真在拼命 在努力 他为什么过得那么辛苦 什么力量推动他 赚钱 钞票的力量很大 推动他在干 他不怕辛苦 诸佛菩萨在尽虚空 辩法界普度众生 也是没有修习 什么力量在推动他 他又不要钱 又不要明 又不要力 什么力量在推动 他这样不眠不休 比做生意的人 干得还要辛苦 还要认真 还要努力 什么力量 四红誓愿 为什么 要度众生 看到众生太苦 迷得太深 要就度这些众生 他哪有时间休息 他怎么能不认真 我要不认真 不努力 众生就多受一点苦 我早一天成功 众生就少受一天苦 他是这样的大悲心 这个力量比世间名利的力量 不晓得伟大到多少倍 我们今天不肯认真努力 什么原因 没有悲心 众生苦 他活该 他苦他的 与我不相干 嘴巴说度众生 我还没有成就 我还不能度 自己又不发愤 又不用功 又不想早一天成就 这个发的愿就不是真的愿 真正是愿 看到众生苦就像自己受苦一样 看到众生受苦 就像自己父母家清倦属在受苦 我们总希望他的苦能少受一天 自己怎么能不发愤 怎么能不用功 自己不认真努力修行 不认真努力弘法力身 怎么对得起众生 怎么对得起佛陀 怎么对得起自己 能够觉悟到这一点 觉悟到这一层 自自然然 你就会勇猛精进 你会认真努力 古德教给我们 就是地贤老法师教给他徒弟的 这些话我们附在最近印的 念佛论 后面 谭虚法师在香港佛妻的开示 我得到这个录音带 已经把他写成文字 印在念佛论 后面 地贤老法师教念佛往生的徒弟 郭露匠 我觉得他的方法好 我就采取他的方法 他这个方法就是教你用功 你念佛也好 你研究教也好 无论用什么功夫都好 累了就休息 不要勉强 休息好了 马上再干 这个好 累了就休息一下 精神恢复马上再干 这个身体能够支持 不会累坏 我们用这个方法 真的能长养善根 也能够增长自己的智慧体力 专心去干 誓愿太重要了 是我们真正的动力 誓愿红身之人 就是成愿再来 成愿再来 不一定是到西方极乐世界 再回头 用不着 今天我们自己的愿力超过业力 就成愿再来 你的愿力要是超过不了你的业力 你这一生受你的业力支配 如果你发的是大誓愿 真实誓愿 这个誓愿超过业力了 一超过 现在就是成愿再来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有功夫的人也能看出来 看出来你已经转变了 我们从相上讲 相貌转变了 体质转变了 精神转变了 你的想法 看法统统转变了 这从形相上 基相上看出来你转变了 骨子里 业力转变了 业力变成愿力 不必换个身体 就成愿再来了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要懂这个事实真相 愿力再来的深究的自在 决定不受业力轮回 不受业力的主宰 所以你得到的是真实的幸福 自在 美满 佛家 佛家不是讲空话的 决定可以得到 他有理论 有事实 有方法 有效果 这样度一切众生入无鱼涅盘 而无众生难度之想 说众生好难度 那个难是什么 你自己没有能够转过来 真正转过来 众生就不难度 但是度众生要缘 诸佛菩萨誓愿红身 众生没有缘 没有缘就是众生不肯接受 佛不度无缘的众生 佛所度的有缘 有缘是他肯相信 肯接受 这就得度 佛法在世间没有缘 没有缘的原因在哪里 这些有势力的人 有财富的人 不帮助佛法 帮助其他的外道 佛法里面缺乏红法的资财 今天是资财缺乏 人才更缺乏 这是佛法之衰 这是众生没有缘 不是佛菩萨不慈悲 且度尽众生 亦无众生的度之想 前面经文所说 灭度无量无边众生 而是无众生的灭度者 为什么是无众生的灭度者 因为自他聚不可得 知道一切现象是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是要不要做 要做 做这些事是身心 了不可得 心里若无其事 是无助 完全与金刚经上的刚领 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完全相应 换句话说 远远满满的做到 这才是真正受持 金刚般若波罗蜜 何以故 重本无重 生本无生故 如此 方是为利益一切众生 发心之菩萨 佛在金刚般若会上 所承认的 菩萨离四乡 若没有离四乡 你自己认为是菩萨 佛不承认 若菩萨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即非菩萨 佛不承认 不要以为 你受了菩萨戒 回来 我是菩萨了 我受了菩萨戒 我已经当了菩萨 诸佛不承认 你是菩萨 诸佛承认 什么人是菩萨 那个人还没有受过菩萨戒 不要说菩萨戒 没受 三归一都没受 但是人家四乡 已经没有了 佛承认 这个人真的是菩萨 所以诸位要晓得 修行要重实质 不在行乡 不在外表 外表不重要 实质重要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六十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 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六月零 请先开经本一百三十二面 十 第二 以众生非众生之意 证明诸相非诸相之意 一切众生 五蕴色生 皆是四大聚合 业力支持 清静心中皆无此物 这是解释一切众生 一切诸相有种种意 概括分为四种 第一种说过了 这个地方是第二种 第二 这是第二个意思 由此可知 金刚经 上佛说的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 众生非众生 众生的本意是 众缘合合而生 所以叫做众生 由此可知 众生两个字是略称 它具足地称说是 众缘合合而生起的现象 所以就取一个 众 取一个 生 这一个意思涵盖的范围 就非常非常之广 可以讲尽虚空 变法界 是出世间一切现象 都是属于众缘合合而生的 就是佛法也不例外 在佛门里面 还有一个术语叫 缘生 缘生跟众生的意思是相同的 因缘生法 就是众生的意思 既然是因缘生法 可见得它没有字体 因此佛给我们说 它的字体是空相 了不可得 这才说 非众生 就 金刚经 字面上的意思来说 众生是从相上说 非众生是从性上说 意思就是说明像有性空 性是空的 像是假相 性是真性 从这个意思证明 诸相非诸相 诸相就是众生 一切相众缘合合而生的 众生非众生 当然诸相非诸相 要是讲诸相之体 是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这一句里面 把有情众生 无情众生都包括在其中 一切众生 五蕴色身 皆是四大聚合 从相上讲 一切有情众生的色相 我们讲肉身 有情众生的肉身 这个肉身也是无量因缘生的 不简单 色身的复杂 跟外面大宇宙是同样的复杂 绝对不是说我们这个肉身的构造比较简单 外面这个宇宙比较复杂 没有的 完全相同 佛为了说法方便起见 将无量的因缘归纳 无量因缘不好讲 太多了 把它分类归纳 归纳为五大类 叫无允 如果对于佛法稍稍有一点涉猎的人都知道 《心经》里面讲的五蕴 就是相宗里面讲的百法 法相宗入门的教科书是 百法明门论 这部论点是天清菩萨造的 天清菩萨根据弥勒菩萨所造 瑜伽师的论 瑜伽师的论上 弥勒菩萨将世尊所说一切法 把它归纳为六百六十类 六百六十类已经是一切法的纲要 但是初学的人还是嫌太多 不容易涉受 天清菩萨将六百六十法归纳成百法 造百法明门论 希望大臣学者从百法里面能够开悟 明就是开悟 门就是门井 从这一百法里面 彻悟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么一个方便的法门 班若会上再将百法又归纳 归纳到最少五蕴 五法 五法还能不能归纳 还能归纳到最后就是二法 二法是什么 一个色法 一个心法 不外乎色 心耳法 我们现在科学家所说的物质 精神 所有一切法归到最后 一个是物质 一个是精神 物质 佛法里面叫色法 精神 佛法里面叫心法 这是归纳到最后 五蕴这一个名词 我们学佛的人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 这是五种 运是运集 聚集的意思 也是我们讲类别 五大类 五运是五大类 第一个是色 色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物质 百法里面色法有十一个 五根是色法 眼 耳 鼻 舌 身 这是色法 物质 六成是色法 外面的色 身 香 味 处 法 所以色法有十一种 五根加上六成 十一种 这样讲大家就比较清楚 就好懂 这都是属于物质 物质里面 诸位要晓得 绝对不是只有肉眼能看得见的 肉眼看不见的阴生 阴生也是物质 而接触的 耳朵听不见的 眼睛看不见的 鼻子能够闻得到的 那也是色法 相视代表所有一切气味 你鼻能闻得到的 我们身体能够感觉得到的 像寒暑 冷暖 统统属于色法 不仅如此 我们心里面能够思维想象的 法尘也是属于色法 法尘比较复杂 一半属于色法 一半属于心法 除色法之外 心法里面有四种 它讲的比较详细 受 想 行 实 这四种 这四种就把摆法里面 除色法之外 心法 心所法 不相应形法 都包括在其中 由此可知 它的范围很广 现在我们在担讨 现在我们在担论这个色身 我们的身体 以及我们身体要依靠生存的环境 这环境也是色法 这都是四大聚合的 这是我们讲物质 物质 佛法里面叫做四大 用地 水 火 风来代表 的代表 它是一个物质 我们的六根 能够接触得到的 它是物质 就像现在科学家所说的原子 电子 粒子 在高倍显微镜之下 看出来 它存在 有这个东西 火大 就是说这个物质 它有温度 火是温度 热的 水大 水是湿度 它有温度 有湿度 风大 诸位想想 风是什么 风是动的 不是静止的 它是动的 所以叫它做风大 这就说明物质它的形态 现在科学家发现的跟佛法讲的一样 用的名词不相同 科学家知道原子 电子 粒子带电 带阳电 阴电 阳电就是佛法讲的火大 阴电就是水大 没错 确实它是动的 不是静止的 诸位要晓得 四大地 水 火 风 这四个字 是形容基本的物质 有这四种特性 四大特性 是这个意思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 都是这个基本物质组成的 现在科学进步了 已经把它观察的非常的清楚 科学家所谓是它排列的样式不一样 现代名词叫方程式 它们所排列组成的方程式不相同 排成许多种类的原子 由原子在排列变成许许多多不同的分子 由分子组成一切万有的现象 这个被科学家观察出来了 它们利用现代科学的仪器观察 长期的观察 发现到这些现象 我们要知道 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 不算中国的 就算外国人讲法 2500年以前 那个时候世界上这些科学仪器都没有发明 佛看的这个样子 跟2500年以后科学家所看的一样 我们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的眼睛就是显微净 极其维系的物质 它能看得那么清楚 它的眼睛比现在最近部的显微镜还灵光 不但它能看小 看得这么维系 它也能看远 它那个眼睛也是望远近 也是了不起的 它能够在这个世间看到尽虚空 变法界 连十万亿佛国土那边阿弥陀佛讲经 释迦牟尼佛在这里也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眼睛才厉害 金刚经 上讲的五眼圆明 佛说了 这个眼睛是我们真正的眼睛 是我们本来的眼睛 我们现在的眼睛为什么不灵光 这个眼睛里面许许多多成垢的污染 所以它的用途失掉 现在变成很可怜 隔一张纸那一边都看不见了 被什么污染 佛讲 被妄想 执着污染 如果能把执着舍掉 把它放下 我们这个能力恢复了一部分 就像小陈阿罗汉一样 执着放下了 破了我执 我们这个眼的能力能够看到一个小千世界 如果我们的法执也破了 妄想也是放下了 妄想 执着 妄想放下了 我们的能力就恢复更大了 可以看到一个大千世界 假如你的运气很好 你智慧聪明高人一等 你念佛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可了不得 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得到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 你这个眼的能力恢复 几乎跟佛一样 佛经上讲的境界 你就全都见到了 这种形态 我们知道是刹那九百生灭的相续相 相续相为什么能够维持 就是第一个相跟第二个相很接近 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他相续绵延也要有一段时间 我们人来讲就是寿命 他有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是什么力量支配他 让他这个相续相能够非常接近的延续这么长一段时间 业力支持 这是业力 过去生中造善业 这一生自然就富贵长寿 过去生中造恶业 这一生当中生活就比较艰难困苦 业力在支持 六道众生是业力支持的 善业 恶业在那里支持你 六道以外的四圣法界 生闻 圆觉 菩萨 还是业力支持 它是什么业 我们一般讲敬业 它是敬业支持 我们六道是染业 染业里面有善 有恶 像生闻 圆觉 它们修订 它们的心比较清净 它们也是业力 敬业支持 清净心中皆无此物 清净心是真心 如果清净心现前 超越十法界了 超越十法界到哪里去 到一真法界去 一真法界是真心现前 清净心现前 里面不但是善恶业没有 敬业也没有 染敬也没有 由此可知 十法界的众生都是业力在支持 正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佛教给我们无助后头还要升心 就是这个道理 实法界苦乐不一样 你升心 升善心 你在实法界里面 你的生活 你的享受会步步高升 把你提升出来 如果你不知道事实真相 依旧任意去造恶业 那个生活很辛苦 那是每况愈下 一事不如一事 所以这是佛的大慈大悲 交给我们要升心 如果升心能够无助 无助能够升心 那就好了 用这个方法修持 染敬两边不住 一定超越十法界 升到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就是分正佛 宗门里面常讲的明星 见性 见性就成佛 因为原教初驻菩萨就有能力 在实法界里面 献种种身 所谓应以佛身的度 他就献佛身 应以菩萨身的度 他就献菩萨身 他要到恶鬼道去度众身 他就献鬼身 他要到地狱道去度众身 他就献地狱身 无处不献身 这叫真正的大自在 十一 第三 相者 我仁众受 四相不依 故曰 诸相 无论取这身相 法相 非法相 皆为者我仁众受 故曰 一切 也 经初曰 菩萨与法 应摩锁住 行于不失 第三 相者 我仁众受 四相不依 故曰 诸相 这事解释诸相非诸相 前面一段事解释众身 非众身 着重在众身上 相 把一切万象归纳起来 不外乎四大类 我相 众身第一个执着地 把这个身当作我 以为这个身就是我 坚固的执着 无量劫来 从来没有把这个放下 从来没有把这个舍弃 坚固执着 这个身是我 所以无量劫的修行 都没有办法脱离轮回 没有办法超越三界 并根就在此地 人相 跟我对立的就叫人相 死的的人相范围非常广大 九法界的众生都是人相 大家不要把意思看错 以为我相 别的人大概就是人相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人是指一切众身 包括我们这个身 这个身是什么 这是个人 这像个人 众身 是说这个像是众缘合合而生 我人众兽 每一个字里面都含有无量意 意思是无限的深 无限的广 譬如我相 我这个身体大概是范围比较小一点 范围不小 也很大 为什么 这个身是我 外面是我所 我所有的 还包到我里面去了 一个也没有漏掉 我所有的 这是我住的地球 那地球上所有众生 不都变成我所有的 我住的这个大千世界 我住的这个虚空法界 我延伸起来也是无量无边 每一个字里面含义都是无量无边 必须四个字才能把事实真相显示清楚 我一个执着人 这就包括我所有的 众生是讲众缘合合而生 就是指缘身之法 受者是指业力支持他时间的长短 由此可知 这四个字是在讲一桩事情 不是讲四桩事情 讲的四桩事情 这就不叫佛法 佛法是不二法 二就不是佛法 所以四个还是说的一桩事情 一级是四 四级是一 一定要从四个角度来看 才把这个事情看清楚 看明白 是这么一个意思 四个角度上观察 它有四种现象 四种现象合起来是一桩事情 所以从相上讲 四相不一 故曰诸相 任何一桩事情从面面观 它的相都不一样 无论取这身相 法相 非法相 皆为这我人重受 那四个字要不是一桩事情 你为什么这一个筒筒兜着了 这身相 以为这个身体是自己 你四相具足 法相 执着一切法 确实有 这都是这有 非法相 这空 非法相是空 你执着一切什么都没有 问谁执着一切都没有 还不是我执着吗 有我 四相没有具足吗 诸位细细从这个地方去醒茶 去体悟 所以菩萨正果 没有念头 前面我们读过 虚陀还 如果自己以为 我正的虚陀还果 你们想想看 它有没有正的 它四相具足 凡夫 虚陀还正的虚陀还果 它没有觉得它正果 它若无其事 小陈尚且如此 何况大臣菩萨 你要是遇到观音菩萨 你请教它 观音菩萨 你是不是已经正得等觉菩萨 它要是给你说 我已经正的 它四相就具足了 它心里面 却确实实没有这种分别执着 清净心 菩萨 我们讲原教 从初性位到等觉五十一个阶级 这五十一个阶级从哪里来的 释迦牟尼佛方便给我们说的 方便说的 事实的真相是这五十一位菩萨 清净心的纯度不一样 越高心就越清净 但是那个最低的一位 也没有我执 也没有四相 从最低的初性位菩萨就没有四相 换句话说 没有四相 这里面也有程度上的不相同 我们讲清净心的程度不一样 是从这个地方说的 其实 在实际菩萨果位里面决定没有分别 决定没有执着 这些人都是修清净心 修平等心 稍稍有一点意思 心已经不平等 已经不清净 这个地方说 不管你取这身香 或者是法香 非法香 你统统都这香了 故约一切也 经初曰 菩萨与法 应魔所著 行于不失 这是本经前面有这么一句经文 佛教菩萨 菩萨与法 这个法包括法香 非法香 乃至于包括世间法以及佛法 佛法说得很好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那个法是指佛法 一切法都不可以执着 一执着就错 就坏了 要这样行于不失 不失的意思 大家要搞清楚 搞明白 不失就是我们一生整个的生活 在 金刚经 上用不失两个字做代表 我们的一生 全部的生活 都是为一切众生 不为自己 这就是不失 如果为自己就错了 你就这相 不为自己 完全为一切众生 我们为一切众生 生活在这个世间 这是诸佛菩萨 十二 第四 诸相 为不失之人 所失之物 一切 者 仍是五蕴何何 物则品类凡多 无论失者 失物 受者 莫非因缘聚合 现此患有 故皆曰 非 是之为三轮体空 轮欲此三 辗转利益 不休息也 此三皆是患有 当体即空 又为此三 相体患有 性体空计 若明当体即空 则能不着于相 若明性体空计 则当会归于性 总之 虽不失而不住 虽不住而横失 是为不失波罗密 第四 诸相 为不失之人 所失之物 这都是相 一切者 仍是五蕴何何 物则品类凡多 一切物质里面 我们今天讲的植物 矿物 植物 矿物有色相 换句话说 它有地 水 火 风 它没有受 想 行 食 其实它也有受 想行 食 受想行 食的感性 非常的微薄 不像动物 那么样的明显 植物 说老实话 你家里 要是种花 你对花草 要是没有爱心 这个花 就长 不好 花也开 不好 叶子 也长得 不漂亮 如果 对它 非常 爱 护 好像 它 有 感觉 花 开得 特别 美 它也给 你欣赏 你不喜欢 它 它也不 喜欢 你 它也不 理 你 真有 这个 味道 家里 种的花 换一个人 去养 就不 一样 诸位 细心 去观察 你就会 发现 所以 花草 也 有 感情 戒律 里面 佛制定 清静 比丘 不 踏 生 草 除非 你是 不得 可以要从那里经过 如果有路可以走的话 不能踏草 它还是有情 但它那个情跟动物来比 那是太微薄了 所以一般人把它看作植物 矿物也如此 你没有听说吗 生工说法 玩石点头 石头都点头 它要是没有情 它怎么会点头 你要问为什么 情与无情同一体 都是法性变现的 所以它通的 品类繁多 不管怎么多法 在理论上讲 总不外乎如此 无论施者 施物 受者 莫非因缘聚合 现此换有 故皆约非 这句说实实在在话 要不细说出来看不懂 单单看这个文字 意思全搞错了 这是古德常讲 一文解义 三世佛冤 三世佛都喊冤枉 你把我的意思搞错了 施者 是能不施的人 我们发菩提心的人 受者 是一切众生 施物 是包括我们全部的活动 施物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说 我拿一点东西送给人 你这个意思 就看得太浅 哪里算得上是 金刚般若 这种布施 连三岁小朋友都知道 还能说是身位的菩萨 来讲这个经吗 死的的施物 是说我们一生当中全部的生活 实在讲 我说我们 这个话都有语病 这应该是什么 真正发菩提心的人 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 未必肯舍己为人 哪里能谈得上不失 我们有助而又不肯伸心 不肯行于不失 真正发阿诺多罗三秒三 菩提心者 他们是如此 他们的确于一切法无助 整个的生活活动都是不失 都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这才是金刚经的意思 这一切的一切 诸位想想看 是不是因缘所生法 还是因缘 总离不开原生 这个原则都是因缘生法 既是因缘生法 就没有自性 所以无自性 缘生无性 缘起性空 性宗里面有这么一个名词 缘起性空就是说缘生无性 无性也可以说 缘生没有自体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所以说非 非就是空相 是知味三轮体空 轮是比喻 比喻这三个 就是失者 失物 受者 这三个轮转 永远不间断的利益 一切众生 辗转利益 不休息也 三轮体空 是说的这个意思 一般粗心大意 听这般弱教 都执着在我能不失 人家接受我不失 我当中送他东西 不失之后心里干干净净 也不想我 也不想我送的东西 也不想对方那个人 这就叫三轮体空 好多人是这个误会 所以他般若学了一辈子 一点般若都没有 还是一脑袋的烦恼 还是习气烦恼都断不掉 搞错了 这是 般若经 难讲的地方 般若字字句句 声广无有边际 此三皆是患有 当体即空 明白上年所讲的道理 这句话就好懂 都是原生之法 都是有即非有 所以叫患有 当体即空 因为他是患有 当体即空 所以不可以执着 你执着就错了 不但不能执着 连分别都错了 所以一定要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在帮助一切众生当中 随缘就好 随缘不要攀缘 诸位要晓得 攀缘你所修的是有漏福报 怎么知道 实在讲这个东西 用不着问别人 自己冷静 想一想就行了 就明白了 攀缘的心不清净 不清净就要搞六道轮回 随缘的心清净 若无其事 这个缘 我们现在人讲机会 有这个机会 欢欢喜喜做 没这个机会就不做 做也很自在 不做也很自在 做了我也没有的 不做也没有失 没有得失 这样才自在 有漏跟无漏就是心清不清净 心里有一丝毫的染污 你所修的就是有漏福报 果报在六道 出不了六道 这是佛一再的劝导 我们要随缘 不能够攀缘 道理就在此地 又为此三 相体患有 性体空气 这个地方讲了两个体 如果是用一个体 意思是一样的 用两个体 这意思就不一样 相体 我们现在人所讲的 质体 质料 穿这个衣服 你这个衣服是什么料子 料子就是体的意思 我们前面这个花 这个花橙色 材质 是什么料子 这一看就知道是假花 它的体是塑胶 相体是指现象的质体 像我们这个桌椅 桌椅的料子 我做的是木材的 你们做的是金属的 这是讲这种体 像肢体患有 因为它是色法 是患有 性体空气 性体是讲它真正的本体 色相从哪里来的 这个意思就生了 真如本性 佛门里面说 实法界一正庄严 正暴是身体 一暴就是我们生活环境 这些万事万物 从哪里来的 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 这很不好懂 都是自信变的 离开自信 没有一法可得 既然是自信变的 为什么变出这些人 有的我喜欢 有的我讨厌 为什么不都变成我喜欢的 为什么又变出讨厌的 这个便是无量因缘 我们的心里面 有喜欢的种子 有烦恼的种子 有善的种子 有恶的种子 善的种子变善境界 恶的种子变恶境界 就这么个道理 都是你自己变现的 你如果不相信 你如果还想不出 这个道理出来 你再仔细去想想 你每天晚上睡觉会做梦 梦中那个境界从哪来的 这个很明显 梦的境界大概是我心里 变现出来的 为什么你梦里面 也变坏境界 变老虎要吃你 吓得你一身冷汗 你为什么不变好境界来享受 俗话常说 梦有心生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那个人一天到晚想佛 想菩萨 他晚上常常就梦见 佛菩萨给他说法 他想他 一天到晚想贪甜吃 他就梦到一些魔鬼来折磨他 都是自己心变现的 除了自己心之外 无有义法可得 使法界一阵庄严 跟这个差不多 很相像 所以相体是患有 性体是空气 性体是真的 像是假的 我们学佛最高的目的是 要见性 要明心见性 把那个真的找到 你要存心去找 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 存心那个心是旺心 旺怎么能找到真 旺是永远找不到真的 找到真 要怎么找法 要用真心 真心里面没有旺念 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 禅定是什么意思 把所有一切妄念统统放下 心就清净了 所有一切统统放下了 实在讲真心就现前了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由此可知 佛教给我们的方法是正确的 若明当体即空 则能不着于像 我们对于一切境界相 可以受用 不能执着 受用没有妨碍 华言经 上讲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可以受用 可不能执着 执着就生病 受用不生病 若明性体空计 则当会归于性 这一句好 我们已经不着一切相 在一切相里面的受用 这个境界已经入了菩萨的境界 哪一种菩萨 佛门常讲全教菩萨 身文 原觉 菩萨 全教菩萨 在别教讲世三贤位的菩萨 在原教讲世实性位的菩萨 他不着一切相 在一切相里面能够随缘受用 但是他没见性 到原教出住 别教出的 他高明了 他能把所有一切受用会归自性 所以叫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那是真的佛不是假的佛 他知道会归于性 他懂得 这个理就达了 总之 虽布施而不住 虽布住而横施 世卫布施波罗蜜 这个布施就圆满了 波罗蜜是圆满的意思 这样的布施才修到圆满 诸位总要记住 布施这两个字 讲的是我们一生当中全部的生活活动 说布施波罗蜜 就是我们一生全部的生活活动得到幸福美满 是这个意思 四类的意思简单的都说出来了 十三 常做正念 以为景策 应常存凡所有相 空有同时相 众生眷属相 万法同体相 众生本来是佛相 若有官慧而不行师 则等于空谈 若但行师而无官慧 则等于盲修 常做正念 以为景策 应常存凡所有相 空有同时相 常做正念 正是正确 没有错误 没有偏差 也就是 法华经 讲的 入佛之见 佛之佛见 诸佛如来 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 想法 我们的看法 想法也跟他一样 这是正确 没有错误的 常用这个提醒自己 景策是提醒自己 使自己觉而不迷 正而不邪 静而不染 那就是我们真的皈依了 三皈依就是觉 正 静 我们整个的生活 生活在觉正静中 这就真正是菩萨 要怎样去想 怎么去看 一定要常常记住 凡所有相 空有同时 相有体空 要常常想到 见到一切现象 相有体空 你能够懂得这个道理 常常有这种觉悟 你相可以受用 你心里面绝不执着 心地清净 干净 外面这个事情做得更圆满了 凡夫为什么把事情做得不圆满 他有私心 他要为着自己的利益 常常做到利己损人 把事情搞坏了 菩萨心清净 对于一切万法之道 相有体空 他心地干干净净 他没有私心 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做得更圆满 道理在此的 没有私心 无论是对人 对事 对物 他都很清楚 很明了 他晓得空有同时 空有同时想 这是第一个一定要懂的这样一个观念 想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观念 我们讲的人生观 宇宙观 众生卷属想 所有一切众生 实在讲都是自己 是自己心性里面变现出来的 同体 菩萨对一切众生 同体大悲 菩萨为什么对一切众生这样怜悯 悲心 佛菩萨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同体 同一个性 不但对于有情众生看到是自己一样 无情众生看到也是自己一样 无情是法性 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 不是两个性 慈悲 用现代话讲是爱心 慈悲是爱心 为什么佛教不用爱 爱里面有情 有执着 所以换个名词叫慈悲 慈悲是爱 爱里面没有情直在里面 换句话说 把情直拿开 那个爱就叫做慈悲 情直拿掉那个爱是真爱 不会变得掺杂着情直在里面 是绝对靠不住的 为什么 情会变 今天爱 明天不爱 麻烦就大了 凡是有情在里面的 你要提高警觉 都是虚情假意 不可当真 我爱你 不要当真 假的 他说 我恨你 也不要当真 假的 过两天 他就不恨了 他就好了 变化无常 那是假的 要搞清楚 慈悲是真的 永远不会变 诸佛菩萨 对一切众生关怀 爱护 是永远不变的 可是凡夫迷惑颠倒 认假不认真 世间人虚情假意对待 他感激得不得了 佛菩萨这样慈悲 他没感觉到 对佛菩萨很冷淡 虽然对佛菩萨很冷淡 佛菩萨也没有怨恨你 他才是真正的爱护 真正的关怀 我们讲慈悲加持 万法同体相 这里面包括植物 矿物 包括无情的众生 同体 实实在在是同体 连虚空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虚空也不是真的 我心性会变虚空吗 没错 你晚上做梦 梦中不也有虚空吗 你想想 晚上做梦有虚空 那个虚空从哪里来的 自信变现出来的 虚空还是心里面变现出来的 万法同体相 众生本来是佛想 这一条很重要 如果能常做如是观 成佛就快了 你要问 你什么时候能成佛 我可以告诉你成佛的样子 成佛是什么样子 看看大地所有众生都是佛 你就成佛了 如果看看这些人 这个人讨厌 那个人像鬼一样 保证你没有成佛 外面境界 尽随心转 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 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 人看佛菩萨 她是人 这一点要晓得 尽随心转 我们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 决定不吃亏 古时候苏东坡有很多故事 苏东坡跟佛应禅师交情很好 有一次他拜访佛应禅师 问佛应 他说 法师 你看我像个什么 禅师说 我看你像一尊佛 他很开心 佛应就问他 你看我像什么 他说 我看你像一堆牛屎 他占了很大的便宜 回家去得意洋洋 跟他小妹说 他的小妹很聪明 小妹讲 你吃了大亏 他说 怎么吃亏 佛眼睛看人是佛 你是牛屎 看人家是牛屎 吃亏了 要常常观察 众生本来是佛想 众生确实本来是佛 只因为一念无名 迷惑颠倒变成众生 他本来是佛 若有观慧而不行师 则等于空谈 空有同时 众生眷属 万法同体 众生是佛 这是观慧 这是真实的智慧 对宇宙人生的看法 那是真实慧 跟诸佛菩萨的看法 确实无二无别 诸佛菩萨看世界 看众生 就是这看法 如果有这个看法 自己不肯行不失 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也就是说 有这种看法 而不能够舍己为人 不能够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一切众生 他那个观慧不是真的 诸佛菩萨们 哪一尊佛 哪一尊菩萨不是在尽虚空变法 借应激视线 教化众生 从来没有修习过 哪个地方众生有感 菩萨就现身 有感就应 感应道教 感应 佛法里面讲 有四具 就是有四种不同的状况 众生显感 很明显的求佛菩萨 菩萨感应了 菩萨感应有两种 一种是明显的感应 你自己觉察得到 另外一种是敏感 有感应 但是你自己觉察不到 我们所讲明明当中保佑你 还有一种 众生敏感 不是显 我并没有求佛菩萨 你虽然没有求 实际上你有求 你求的那个怨心 连自己都不晓得 像我们常常读佛经的人 常常念佛的人 就会有这个事情 我没求 实际上是有求 真的是有求 但是求的那个念头很维系 不粗显 你自己没有觉察到 佛菩萨也应 佛菩萨应的时候 有显应也有明应 有这两种感应 众生有两种感 显 明 菩萨有明显 两种应 感应到焦 我们如何求得佛菩萨 这两种感应 都特别的加持 你有观会 又肯实行 真感 那个好处太多了 自己的身体没有了 没有身体才自在 有身就有苦 没有身就没有苦 身为苦本 三界当中 最聪明智慧的是 无色界天 无色界天人 知道这个身体不好 身不要了 叫无色 不要身 有身有坏苦 色界天人 四禅天 四禅天人 他有色深 他没有苦苦 他有坏苦 无色天人 更高了 身体不要了 坏苦也没有了 这是我们三界之内的高级凡夫 他懂的 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 这个身体在 这个身体完全奉献给众生 完全奉献给佛法 我 没有了 你就没有苦了 自己就没有了 所以到驾慈行 成愿再来 不必要换个身体 就这个身体就可以做到 念头一转就成愿再来 把业力换成愿力 就成愿再来 我们现在这一生所受的 业力支配 苦不堪言 如果我们发大愿 像金刚经上所说的 发大菩提心 发大愿 这个愿力超过业力 我们过去这个业力不起作用 为什么 业力已经不能支配这个身体 不能支配我们这个受用 受用就是果报 业力已经不能支配 换成愿力再支配 换成愿力再主宰 那就跟成愿再来 完全没有两样 不必换一个身体 就这个身体换个念头 实在讲身体也换了 不知不觉的换了 聪明人应该要懂得这个道理 要真正去干 若但行尸 而无关会 则等于盲修 佛门里面常讲 盲修瞎恋 什么叫盲修 没有智慧 也就是说 没有佛菩萨那样的观念 他也很热心的到处布施 到处去供养 到处帮人家的盲 这是盲修瞎恋 刚才讲了 他所做的是有漏福报 他只能得这个 菩提道上不相干 九二 证明真实 明说真实 真实里面有几种 先说真实 佛说法真实 虚菩提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一 明上来所说 无助发心 无助不施诸意 皆由清正而知 真实不忘 以劝信也 真 为真如 实 为实相 明佛所有言说 皆从真如实相中流出 故曰 真语者 实语者 如 者 无差别 明其无我也 气正无相 无我空 即平等 之真如也 此名上来所说 无助发心 无助不施诸意 皆由清正而知 真实不忘 以劝信也 金刚经 说到这个地方 前面我们看到了 世尊的确是苦口婆心 再而三 三而四 反复地劝导我们 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应摩锁住 而行不失 将为浓居室的 讲义 讲得好 讲得很透彻 我们的 节要 不到他原文的十分之 以我们取的是他的经意 如果要把 讲义 像这样子 统统讲一遍 每天讲两个小时 我估计要讲四年 金刚经 才讲得清楚 不容易 我取他不到十分之 以我这个讲演的时间 是定四个月 字字句句 经意含无量意 他的注解也注得好 将居室在 金刚经 上用了四十年的功夫 解形相应 他真做 他要不做 他就解的没有这样透彻 他做到了 所以他才解的这么透彻 做不到 你看不懂 你看的是皮毛 你怎么会看懂他的意思 佛前面所说的 教导我们的 是世尊清正的境界 也就是说 从日常生活当中 他做到了 不是他在那里理想 想象是如此 不是 他做到了 他做到些什么 就是用前面这个方法 这个原则 印模锁住 而行不失 他正到无上菩提 正的圆交的佛果 他用什么方法正 他就是用这个方法 这是他清正而知 真实不忘 佛在这里劝导我们 下面解释这五句 真语者 真为真如 实为实相 真决定不是假的 实决定不是虚妄 真实 明佛所有言说 皆从真如实相中流出 故曰真语者 实语者 我们要相信 决定不是假的 如者 无差别 如是与事实真相 完全一样 佛为我们说出来的 佛没有添一点 佛也没有减少一点 事实是什么样子 他就怎么样子说 没有增减 这叫如语 我们讲的说实话 如语 明其无我也 气正无相 无我空 即平等之真如也 这几句话是从理上说的 理如是 事上怎么能假的了 佛在这一切经中 无论说是 无论说理 都是真语 实语 如语 我们应当要相信 相信的人有福了 基督教传教 信上帝的人有福了 信佛所说的人有福了 信上帝的人有福 有一点点小福报 不究竟 不圆满 信佛所说的人的大福报 究竟圆满的福报 这是一点都不假 二 相虽非体 然是体质用 用不离体也 体虽非相 体必起用 用不无相也 说则非 说是明 说应摩所住而生其心 说应身摩所住心 如是等等 双遮双照 双明双存之语 皆是实语者 不狂语 佛不狂众生 不亦语 虽说种种圣 皆为亦佛成也 如语 是如其所倾振者 而说之也 故无语中 如语为主 相虽非体 然是体质用 用不离体也 体虽非相 体必起用 用不无相也 说则非 说是明 说应摩所住而生其心 说应身摩所住心 如是等等 双遮双照 双明双存之语 皆是实语者 这一段里面 把佛在经上讲的 这些重要的开导 为我们一桩一桩点出来 佛讲的太多 没有办法完全说 说几个例子 我们以此类推就知道了 首先要了解事实真相 真相就是体 相 用 宇宙一切万事万法 归纳起来不外乎 体 相 用 这三装饰 相不是体 但是是体所起的作用 体一定有用 不可能说有体无用 没有这个道理的 有体一定有作用 作用绝对不会离体 古人用精气来比喻 所谓 已经做气 气气皆精 就是比喻这桩事情 体虽然不是相 体一定起用 起作用一定会现象 体相用 是一而三 三而一 决定不能分的 说一个 三个统统 包括 这是大前提 大原则 必须要搞清楚的 然后你读 金刚经 就不困难 你就晓得 佛讲的是什么意思 佛说 则非 又说 是明 说则非是从体上说的 说是明是从相上讲的 从事上讲的 从体 也从理上讲的 理是空记的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虽然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那是从体 但是像有 幻相不是无 是存在 所以用 则非 用 是明 说 应摩所住 而生其心 应摩所住 从体上说的 因为体是空记的 不能住 住就错了 像是刹那生灭的 因为刹那生灭 它受业力的支配 因此佛教给我们生心 你生善心 像就变成善境界 你生尽心 像就变成清静境界 大家必须要记住 相随心转 什么相 第一个 面相 身相 你们要有什么毛病 找什么医生 吃什么药 医生不是神仙 靠不住 我们中国古代的医生 至少要三代相传 那个医生才可靠 现在的医生太恐怖了 我们韩馆长这个佛妻 他带团来 在早年他眼睛不好 找到一个眼科医生 很有名的在台湾 那个人 大家还称赞他 还恭维他 他就给他动手术 好像是每个星期去一次 他里面有杀眼就拿掉一点点 再过一个礼拜 又拿掉一点点 差不多搞了一年 眼睛都没治好 以后有一个机会到高雄 在高雄碰到一个眼科医生 两次手术全部弄好 就疑问着 台北那个医生很有名 有名是有名 他要一次给你弄好了 就赚不到你的钱 要钱不要紧 要你受罪 现在这个医生没有医德 要钱不要命 不要命是不要你的命 这个太可怕了 所以现在生病不要找医生 非常非常可怕 药都是毒药 没有病都吃出病来 有病吃他更糟糕 怎么办 你相不相信佛的话 佛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你相不相信 你如果相信的话 好办 修清静心转业力 我们身体这个病痛 是夜报 夜消掉了 病就没有了 说老实话 老 死 病都是夜报 夜要转过来了 人就不老 不病 不死 这是真的 真语者 实语者 这哪里会错 你要是相信 就可以不必去治病 拿治病的钱 多做一点好事 多去做一点功德 好 非常非常之好 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 要相信佛的话 相貌随心转 人心清静 相就清静 心清静 身就清静 身清静 哪里会有毛病 不会有毛病 我们这个身体是物质 是一部机器 诸位都知道 机器用久了 里面的管道阻塞不通 就生病 中国古时候用真酒 为什么 把阻塞的地方打通 你病就没有了 要物质疗也是这个道理 把障碍阻塞的地方打通 要是人心 意清静 所有一切的器官 都恢复正常 哪里有病 一定要晓得 有病是业障 要去忏悔业障 业消掉了 什么病都没有了 相貌也会变庄严 身体体质也就改变了 现在这个社会上流行改变体质 体质是真能改变 相貌真能改变 你修慈悲心 你的相貌就好看 就慈悲 清静心 你的相貌清静 身体也清静 这真正懂得养生之道 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要生病 生病走还是有业障 不生病走 业障没有了 无助 是从体上讲的 因为体是空气 所以一切相 我们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无助就是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执着 不要牵挂 不要忧虑 真正修道人 清静心中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妄想 没有执着 要保持这样的清静心 说 应身磨锁住心 这些都是 双遮双照 什么叫双遮 遮事放下 两面都放下 空有两边都放下 应磨锁住 这事放下 有 心里不能有 磨锁住 而身其心 不着空 空也放下了 我不失 不失不落空 心里面若无其事 不着有 空有两边都放下 如果单单心清静 什么事情都不做 那是错误的 你就着了空 有放下了 空没有放下 一定还是尽心尽力 努力去做 为一切众生 做一个好榜样 做一个好样子 像佛菩萨 做一个好样子 给我们看 尤其是在 华严经 上 华严经 末后 入法界品 你想想看 经题的味道 入不思议解脱境界 那个境界就是一真法界 诸佛如来所证的境界 入那个境界 那个境界怎么入 就是金刚经上说的 金刚经上说的理论 原理 原则 方法 而应用在生活上 就是 华严经 入法界品 善财 童子 五十三餐 这五十三个人 就是我们现前社会上 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他们怎样把 金刚经的 印模锁住 而升其心 应用在自己整个生活当中 他们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 这就是有名的五十三餐 金刚经 读会了 再读五十三餐 看他怎么用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 这个经上学理论 学原则 回过头来到 四十华严 去学应用 怎样落实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 这部 金刚经 讲完十华严经 再讲一下 那就妙不可言 就晓得怎么用法 我做生意 怎么用法 我做工 怎么用法 我做公务员 怎么用法 我做家庭主妇 怎么用法 都交给你了 大的原则就是 双遮双照 两边不立 两边也不离 也不离开 但是两边都不执着 所以叫 双名双存 这些话都是真实语 句句都是真实语 是诸佛如来清正的境界 不狂语 佛不狂众生 狂是欺骗 佛绝对不欺骗众生 不义语 义是两样 佛不说两样的话 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 跟大家说法决定是说一样的 不会说两样的 他们所见到的是一样 所证到是一样 怎么会说两样的话 纵然在言语 说法上不一样 但是意思绝对是一样的 虽说种种圣 皆为一佛成也 譬如我们现在讲的三圣佛法 身文 原觉 菩萨 五圣佛法 人成 天成 身文 原觉 菩萨 这些都是佛的方便说 所谓善巧方便 他的目的是一成 一佛成 佛叫我们成佛 并不是教我们来生做个人 做个富贵人 如果佛要这样教我们 佛是对不起众生 你自己甘心情愿 那没有法子 那是你自己迷惑颠倒 佛教导众生 决定是究竟圆满 教你成佛之道 这才满佛的度身本怀 佛对于众生的本愿 是教你成佛 跟他一模一样 你要是成个菩萨 比他低一级 佛看到都摇头 不是他的本愿 一定帮助你成佛 在所有一切法门里面 真正能教一切众生 一生保证成佛的 就是念佛求生净土 念佛求生净土 与金刚经讲的原理原则 相应不相应 相应 完全相应 与华严经 五十三参相应不相应 完全相应 实实在在讲 这三部经是一部经 一而三 三而一 你把它看成三部就错了 是一法不是三法 如语 是如其所倾振者 而说之也 故五语中 如语为主 五语里面是以如语为主 如 是什么 完全说出事实的真相 不能少说 也不能够多说 真相是怎样就怎么说法 这叫如说 佛经一开端 如是我闻 那个如就是如语 三 应知真语 实语 皆是清正如此 绝非影响之谈 何况之有 言有千差 理归一致 何意之有 应应劝信 苦口婆心 致以尽矣 这五语通 世尊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经 都是世尊 清正的境界 他只不过是把自己 清正境界 为我们说出而已 影响之谈 比喻猜测 推测 理想 那个未必是真的 真的一定自己亲自见的 这是真的 听说的那个不算是真的 推想也不算是真的 何况之有 哪里会有欺骗人 言有千差 理归一致 何意之有 佛对一切不同根性的众生说法 因此在语言 表达方式上千差万别 这才有这么多经 一切经 但是要晓得 一切经所讲的理是一个 一切经指的方向是一个 这就是如语 这就是不易语者 因应劝信 苦口婆心 致以尽矣 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真的会掉眼泪 佛对众生苦口婆心 严禁意志 达到极处 可是众生怎么样 真的是麻木不仁 听了无动于衷 跟木头人一样 读到这个地方 才晓得 佛对众生恩德之大 父母不能比 佛对众生 深深适适 父母纵然爱护照顾 一生 诸佛如来 对于一切众生 照顾 深深适适 无论我们在哪一道 从来没有舍离过 尤其是善根福的身后之人 不论堕在哪一道里面 都很容易闻到佛法 诸佛菩萨时时来示现 时时来提醒 这事 说真实 九三 明法真实 须菩提 如来所得法 此法无实无虚 这一句里面 他的身广 真的是没有穷尽 无有边际 一 此事如来所正 其身无底 包罗万象 所得之法 正止性言 由言称为 如来 这 以其正的无实无虚之性而 此事如来所正 其身无底 包罗万象 尽虚空 辩法界 没有一法在外 全都包含在其中 所得之法 所得之法 正止性言 他的的什么 禅家所讲的明星见性 他所得的法就是见到真性 我们念佛人 我们念佛人 是不是也是这一法 没错 还是这一法 我们伸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继续跟阿弥陀佛学 大概学的时间不长 很短就能够明星见性 我们进宗里面讲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的功夫有浅身不同 浅的叫 是一心不乱 那就是念佛三昧 的念佛三昧是 是一心不乱 礼一心不乱 就是明星见性 就是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那是礼一心不乱 礼就是性 就见性了 叫下叫 大开元姐 大开元姐也是明星见性 他要不见性 他的姐就不圆 开元姐是见性的人 由此可知 言有千差 言与千差万别 礼归一致 意思不是一样的吗 这就是不义语 正直性言 由言称为如来者 以其正的无实无虚之信 而 他的名字为什么叫他做如来 实在讲 本经如来有两个解释 佛讲的 如来者 诸法如意 这个解释解释得好 佛所说的一切法 就跟事实真相完全是一样的 诸法如意 这是从言说上讲的 如果从理事上讲 一切诸法是从相上说的 跟那个性完全相同 相如其性 性如其相 性相亦如 性相不二 诸法如意 无论是从言说 是从事实真相 这都是真如本性完全显现出来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 法法都能会归自信 为什么能会归自信 因为性相亦如 因为诸法如意 所以依依法都能会归到自信 依依法都是自信的显现 人能生活在这里面 那个快乐没有法子形容 这在无量寿经上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 无量寿经 是这个说法 一个境界 一桩事情 说法不一样 诸佛如来的生活是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 我们能过这个日子就好了 就快乐自在 那是真正的幸福 这是称如来 以其正的无实无虚之信 说法不相同 意思完全相同 今天时间到 我们就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研习报告 第六十一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六月一 请先开经本一百三十五面 二 如来 是信德之称 无实无虚 乃信德之荣 无实者 生灭灭意 凡情空 无智亦无的 圣解意空 无虚者 寂灭献前 体献 能处一切苦 用献 直而言之 无实无虚 由言济照同时 济则无实 照则无虚 心清静 无实也 身实香 无虚也 这一段的文字不长 他将无实无虚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非常难得 经文里面 佛告诉我们 如来 所得法 这就是我们一般人讲成佛 正的佛果了 成佛 他到底正了些什么 他得了些什么 佛在此的告诉我们 他确实得到了 但是所得之法 无实无虚 这四个字 我们乍听起来很难懂 怎么这个法是无实无虚 表面上看到这个意思互相矛盾 无实当然就是虚的 无虚当然就是实在的 到底是实在的还是虚妄的 所以必须要把这个事实说清楚 我们听了这一句 之所以觉得难懂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境界 这是佛菩萨的境界 我们的境界是因为没有离开妄想 执着 所以把虚实 两个字做实了 现代人讲落实 把这两个字看得落实了 诸佛菩萨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虚实在他们看起来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这正是所谓入不二法门 他们是入不二法门 我们是虚实是二不是一 人家入了不二法门 所以说无虚无实 如来 是从真如本性上说的 金刚经 上讲如来讲的很多 讲诸佛也讲的很多 凡是讲诸佛都是从世相上说 讲如来是从体性上说的 世相上给诸位说 有时有虚 可是从心性上讲 虚实都讲不上 无实无虚 乃信德之容 容是什么 容貌样子 信德是什么样子 信德是无实无虚 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在哪里 实在讲 就在我们眼前 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 无意不是无实无虚 可惜我们始终没有看出来 始终没有能够体会到 这就叫凡夫 如果你看出来 你体会到 你就不是凡夫 不但不是凡夫 大乘经上讲 你已经是法身大事 不是普通的菩萨 下面为我们说明 什么叫无实 什么叫无虚 无实者 生灭灭乙 这一句话 我想许许多多同修们 都很熟悉 生灭灭乙 寂灭现前 大家都很熟 那要问你 什么东西生灭灭乙 什么叫生灭 念头 一个念头生 一个念头灭 佛给我们讲 一刹那有九百生灭 生灭是指这个东西 生灭断掉了 没有了 这是什么果位 究竟圆满佛的果位 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香无明煤断 他的生灭还没有灭移 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凡情到这里才空 才真的没有了 等觉菩萨他不叫做佛 他叫菩萨 菩萨的意思 玄奘大师翻译的是 觉有情 他有情 虽然有情 他觉悟 他不迷 六道凡夫是迷惑颠倒的有情众生 菩萨 一直到原教等觉菩萨 都叫做觉悟的有情众生 情没断 最后一品身香无明破了 他凡情断了 没有了 却确实实没有了 真如本性圆满的现前 没有带一丝毫的污染 这就是说明等觉菩萨还带一丝毫的污染 还不能说是完全百分之百的清净 没有到这个程度 如来果地上才是究竟圆满 真正清净了 无智亦无的 前面是讲凡情空了 无智亦无的 圣解亦空 圣解 是什么 前面讲的事情 这是智 法相宗不究竟 不圆满 为什么 法相宗 转时成智 智也不行 真如本性 清净心里面 智也没有 般若心经 大家天天念 最后的结论是 无智亦无的 你还有个智 说老实话 你只能当菩萨 不能成佛 为什么 佛 智也没有 菩萨有智 凡夫有情 菩萨有智 佛事智 智与晴都没有 如果你要智 你就当菩萨 你要智 你永远搞六道 凡夫 你出不了六道 一定要晓得 智也不能要 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 稍稍有一些觉悟的人 他知道情不好 情他能够舍掉 他把智看得很重 现在社会上 我们常常听到 求知欲 那个很麻烦 求知欲 不但智他没放弃 坚固的执着 智也没有放弃 也是坚固的执着 因为欲望是情 这两样都没有舍掉 智 始所知 障 情 是烦恼障 这样搞下去 二障 天天在增长 天天在增加 没有去掉一分 半分 这个人学佛 是决定不能成就的 我们先要把这些道理 事实真相要认识清楚 金刚经 是教我们成佛的 不是教我们成菩萨的 佛在此的为我们 是现一个最好的榜样 佛事情 智都断 都没有了 这叫 无实 性体远远满满的现前 可是有体一定有作用 不能说有体而没有用 那是讲不通的 理事上都讲不通 有体一定起作用 起作用一定现相 作用根相是有 真有这回事情 所以 无需 体是无实 但是相跟作用是无需 于是我们就了解 无实 无需就是讲的体 相 用 就是讲这个 华严经 上讲的 大放广 大 是体 方 是相 广 是用 就是讲这个 无需 无需者 寂灭现前 体现 身灭灭以 寂灭现前 寂灭是体 真如本性 圆圆满满的显现出来 这里面 一丝毫的污染都没有 一丝毫的障碍都没有 体现 能除一切苦 用现 体起作用 能除一切苦 所有一切苦都没有了 作用现前了 这是把体相用都说出来了 苦 我们六道众生有三种苦 苦 实在讲无量无边 佛为了说法方便起见 将无量的苦归纳为三大类 苦苦 坏苦 辛苦 六道众生有苦 阿罗汉 辟之佛有没有苦 有 比我们凡夫亲而已 他有什么苦 沉沙 无明没断 所以他苦 法身大事 华严经 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他有没有苦 他有苦 他苦在哪里 无明没断境 你从这个地方能慢慢的体会到 等觉菩萨苦不苦 苦 他有什么苦 最后一品身香无明没断 因此度一切苦 要完全没有苦了 只有一个人 成佛了 只有佛不苦 佛事丝毫的无明都没有 所以我们讲苦乐 这里面有等级的 有差别 如果比较上说 那当然我们六道凡夫苦 阿罗汉没有苦 见思烦恼断了 阿罗汉跟辟之佛比 阿罗汉就苦 辟之佛就乐 辟之佛跟菩萨比 菩萨跟佛比 这一层一层比较有苦乐 所以到如来果的 那真的是苦断尽了 直而言之 直而言之跟总而言之是一个意思 总是总结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无时无需 有言计照同时 跟计照同时一个意思 既就无时 既是清净 既灭 无时 照则无虚 照是启用 启用则有相 有用 心清净 无时也 金刚经 前面 是尊对我们的教会 信心清净 则生实相 由此可知 信心清净也是有等差 到什么时候 心达到圆满的清净 成佛 等觉菩萨跟佛比 等觉菩萨的心不清净 他心里面还有一品身香无明霉段 那怎么能讲清净 等觉菩萨的心身不身实相 身实相不圆满 好比晚上的月亮 十四的月亮 也很明亮 但是跟十五的月亮比 他不圆满 等觉菩萨像十四的月亮 佛像十五的月亮 我们凡夫像初一的月亮 一点光都没有 六道凡夫是初一的月亮 没有光明 完全是黑暗的 法身大事 我们常讲圆教初驻菩萨 破一品无明 正一分法身 那像什么 像初三的月亮 初二恐怕都看不到 初三有一个月牙 那个像是圆教初驻 破一品无明 正一分法身 放一点点光明了 放光教 生十香 所以称作 无虚 这把无时 无虚的意思说出来了 无时无虚含义无尽的声广 注解里面说的这一点点 是希望你从这一点去体会 正所谓是举个例子来说而已 从这个例子里面 你要能够应用在一切法当中 应用在这一生全部生活过程当中 你救的大受用 知道一切法无时无虚 无时无虚 你一定会做到 佛在这里教给我们修行的刚领 无助身心 应摩锁住 而行不失 你自自然然就会做了 不失的含义很深 包括我们一生全部的生活都在其中 不是说拿几个钱来做一点好事情 那个意思太小了 那不是金刚经上所说的 三 约凡夫忘心言 亦复无时无虚 密心了不可得 无时也 一念俱足时法界 无虚也 由事可知凡甚同体 约凡夫忘心言 亦复无时无虚 这个意思很好 把前面这个道理 怎样把它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读了 金刚经 要会用 会用就是受持 就是依教奉行 这个地方也举一个例子 我们凡夫是忘心 忘心也是无时无虚 忘心 心在哪里 密心了不可得 无时也 冷言经 一开端 七处真心 释迦牟尼佛考阿难尊者 问他 心在哪里 佛在经上并没有说真心 忘心 就是问你心在哪里 阿难的确比我们聪明 如果佛来问我们心在哪里 我们决定想不到七个地方 我们只会讲 心 心在这里 这个地方 不是的 那糟糕了 第二个地方想不到了 阿难尊者能够想到七个地方 很聪明 七个地方都被佛驳斥 阿难这才惊慌失措 七处都不对 那不是没有心吗 没有心也讲不通 心是决定有的 七处真心 就显示出密心了不可得 金刚经 上笔 冷言经 说的简单 金刚经 只讲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只讲了三处 冷言 上讲了七处 密心了不可得 找不到 不管是真心 是忘心 你都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 心包太虚 亮周杀戒 这两句话是佛门的口头禅 大家都会念 真心是心包太虚 亮周杀戒 忘心也是心包太虚 亮周杀戒 也是 你到哪里去找 不找 不找 找就事 找就找不到 不找就事 所以你找不到 无时 找不到它 一念具足 十法界 无需也 动一个妄念 打一个妄想 就变出十法界 十法界从哪里来的 妄想来的 六道轮回 从哪里来的 执着来的 离开执着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离开妄想 十法界就没有了 十法界没有了之后 现的境界是什么 一真法界 法身大势居住的所在 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你入了诸佛如来的法界 普贤行愿品 所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 你就入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就是 华言 讲的一真法界 西方极乐世界 是属于一真法界 就入那个境界 那个境界里面 要证的就尽 圆满佛才算成就 否则的话 四十一位菩萨 无名没有断境 菩萨等级是 从他断无名多少而说的 破一品无名是 初驻菩萨 破二品是 二驻菩萨 破十一品就是 初行位的菩萨 十驻 十行 十回向 十的 是这么样分出来的 破无名多少而说的 由是可知 凡圣同体 前面说了这么多句 就是为了这桩事情 让你体会到凡圣同体 华颜经 无二无别 清朝初年 彭济清居士是我们 佛门的一位大德 他有 无量寿经 的注解 他说 无量寿经 是中本 华颜 阿弥陀经 是小本 华颜 文字广略不同 广世多 华颜经 的文字多 八十卷 弥陀经 的文字少 只有一卷 一无差别 里面的一里一样的 没有差别 只是在文字上 有多少而已 意思完全相同 他的心目当中 三本 华颜 是这个本字 大本是八十卷 华颜经 中本 无量寿经 小本 阿弥陀经 更难得的 他把 华颜经 修行的方法 归到念佛法门 他自己造了一个论 华颜念佛三魅论 彭济清造的 将 华颜经 修行的方法 归结到念佛 很不可思议 这是说明 统体 我们现在学净土 学 华颜 还有分别执着 这个观念 要不能够打破 换句话说 你就不得 其门而入 无量寿经 在经题上 就开出 修学的总纲领 清静 平等 绝 我们今天 我们是男重 那是女重 男女不平等 我们是出家 那是在家 那是在家 出家 跟在家 不平等 你能修 十大愿 王吗 你能入 弥陀 愿 海吗 你能够修 无量寿经 吗 不行 所以多少人念佛 念了几十年功夫 不得力 不得其门而入 什么原因 心不清净 心不平等 修别的法门 可以不平等 这个法门 经题上就告诉你 要清净平等 你没有清净心 没有平等心 不能往生 诸位要晓得 你不要看一些老太婆 一个字不认识的 就会念一句阿弥陀佛 临终站着走 坐着走 他凭什么 人家的心清净 平等 你不相信可以试试看 你去接触他 他和长对你 阿弥陀佛 那个恶人 坏人 你看不中意的人 他见到他也 阿弥陀佛 他平等的 他就凭这个往生 我们自命不凡 那就继续搞轮回 自命不凡的人 都是搞轮回的 特别是学 华言 善才童子 做出一个修学 华言 的榜样 给我们看 怎么修学法 学生只有我一个 除了我一个之外 所有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都是诸佛 都是菩萨 我都要顶礼恭敬 你们念念 华言经 看看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你就知道 不但学佛的我们顶礼恭敬 是诸佛 菩萨 外道也是 今天我们看到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兰教 我们都要顶礼恭敬 那些学外道的 外道不说 还有些妖魔鬼怪的 专门在这世间害人的 你见到他 也是顶礼恭敬 为什么 妖魔鬼怪 是他迷了 变成妖魔鬼怪 他的本性不是妖魔鬼怪 他的本性跟诸佛如来的 本性无二无别 只是他迷惑颠倒而已 所以礼敬是平等的 华言 教我们在一切世间里面修平等心 修清净心 最后用这个清净平等心 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十大愿往倒归极乐 这是 大放广佛华言 我们还有这些分别 妄想 执着 这一生只能够说 跟佛结各缘而已 要想成就不可能 没有这个道理 这是我们自己不能不知道 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 一定要用清净心 要用真诚心 要用平等心 慈悲心 也许有人问 现在这个社会反常 现在这个社会人心很险恶 我不害人 人家要害我 于是多少人提倡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还要有防人之心 换句话说 继续搞六道轮回 你想想看 你要是防人 你是不是依旧有妄想 分别 执着 所以你念佛念不好 有什么好防的 人家要害 害就让他害好了 正好往生 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怕人家害 换句话说 还不想往生 六道还闷可爱的 这就没办法了 一定要晓得 不怕人害 我们一定用真诚对待一切人 在外国 外国一般人很重视隐私权 自己有很多事情是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我们学佛 如果也要有隐私 那就完了 有什么事情不能让人知道 不能让人知道的 大概都不是好事情 哪有不能让人知道的事情 学佛实实在在讲 最基本的态度 要有司马光 那个观念 司马光一身坦诚 他告诉人说 他一身行事没有一桩事情不可以告诉人 是无不可告人言 这样的条件 学佛决定成功 司马光是佛教徒 是学佛的 在家居士里有成就的 我们学了佛 出了家 还有不可告人之事 这怎么讲都讲不过去 连在家人都不如 佛法 下连居居士在 敬语 里讲的好 要真干 不能干假的 假的不能成就 要干真的 一定要认真 既然知道同体 这在理论上我们找到根据 实法界一正庄严都是同体 因此我们要平等的恭敬 平等的恭养 平等的说法 才有成就可言 四 全经主旨 在于应魔所著 是尊言此之意 是令以无时之观 成就无虚之果 无时观者 即最后所云 观一切法 如梦如幻事也 常做此观 执情自浅 此事破一切凡情之总观 要观 万不可虚于理者 全经主旨 在于应魔所著 应魔所著 而生其心 这八个字 是金刚经 的中心 是尊言此之意 是令以无时之观 成就无虚之果 无时观者 即最后所云 观一切法 如梦如幻事也 常做此观 执情自浅 此事破一切凡情之总观 要观 万不可虚于理者 这个重要 这个重要 实实在在重要 我们一定要遵守佛的教训 这是末后的一首祭子 一切有谓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硬坐如事观 这首祭每天都应该多念几遍 知道一切法真的是梦 幻泡影漏电 都是形容梦的六个比喻是以梦为主 幻是假的 泡是水泡 水泡存在的时间不长 影不真实 漏跟电是形容时间的短暂 像露水 像闪电一样 这个实实在在是人生的真相 人生的真相是梦幻泡影 常常这样想 我们的妄想 分别 执着 自自然然就淡 自自然然就少 不会有那么多执着了 所谓是能帮助你看破 佛给我们讲无时无需 是讲的事实真相 真如本性的真相如此 我们凡夫住在虚妄境界里面也是如此 这个世间哪有意法是真实的 何况佛把我们现前这些事相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那是一刹那九百叶因果报的连续相而已 这说得太清楚了 这把事情真相都说出来了 明白这一个事实真相 再看到 金刚经 上这个比喻 你的体会就相当深刻 你会觉悟 佛又教给我们 而生其心 而行不失 为什么叫我们生心 叫我们行不失 因为那个刹那生灭的连续相 他会变 他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会变 什么力量在主宰他的变化 在支配他的变化 就是妄想 念头 因此 你一个善念就变善境界 一个恶念就变恶境界 实法界善恶不一样 等差不一样 怎么来的 由于众生念头不同变现出来的 你是善念 你就在六道里面变三善道 恶念就变三恶道 六道轮回是什么人在主宰 什么人在支配 是你的念头 不是别人 你要真正明白懂了 你怕谁 怕鬼 怕阎罗王 阎罗王 鬼从哪里来的 是你心里面变现出来的 你心里面没有鬼 哪里会变出鬼 心里没有阎罗王 你怎么会变出阎罗王出来 都是你心在打妄想 想什么变什么 所以佛才教我们 你想佛多好 想佛不都变佛了吗 所以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念佛就成佛 这是最善的 经上讲的 而身其心 实在讲就是教我们身心去想佛 去念佛 你变出来的境界 你就做佛 不要打别的妄想 别的妄想统统要放下 不是真的 虚妄的 不是真实的 应当放下 常常想佛 决定有好处 佛的生活无时无需 有哪一桩事情不能告诉别人 样样都公开 好 那个心里才真舒服 舒坦 有一桩事情不能告人的 你那个心一定不快乐 一定不舒服 为什么 里面有肮脏的东西藏在里面 没有拿出来 统统拿出来 没有一桩事情不可以告人的 这段的意思是佛说出总纲领 教给我们怎么修法 怎样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处世代人皆物 常常要做如是观 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人生观 宇宙观 我们的观念错误 佛这个观念非常正确 能够常常这样想 天天能够这样想 就能够断烦恼 就能够破情直 就能生智慧 就能正胜果 所以这是 破一切烦情的总观 要观 要 是重要的 最重要的 要也是精要 精华 万不可虚于理者 末后这一句是勉励我们 不可以离开 离开就打妄想 离开就造也 要常常做如是观 五 无时无虚 最要之意有三 一 是形容信德 二 是形容如何的信德 三 是形容如何修信德 理 是 信 修 因 果 庆无不尽 故此一语 不但将本经所说道理 该阔无疑 并将大小成佛法 总阔无疑 故曰 一切贤盛 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无时无虚 最要之意有三 要是重要 最重要的意思有三点 一 是形容信德 我们真信信德的样子是无时无虚 二 是形容如何的信德 我们常讲相应 如果不相应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 信德是无时无虚 我们一定要用无时无虚的心形才能够证得 三 是形容如何修信德 修是从事上讲 理 是 信 修 因 果 庆无不尽 顾 顾 这一语 不但将本经所说道理 该阔无疑 并将大小成佛法 总阔无疑 顾曰 一切贤盛 皆以无畏法而有差别 这个意思在本经显示的特别明显 从小成虚陀还果 他们断烦恼 正的虚陀还果位 他们的态度若无其事 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这就是显示出无时无虚 因此我们从这个地方 能够很清晰的体会到凡圣不同 凡夫有许多的定功 比小成这些圣者高明很多 他们比不上阿罗汉 但是要比出 二 三果 绰绰有余 四禅天的人 四空天的人 世间的四禅八定 诸位要晓得 正道三果的圣人 他们才在四禅天 四空天人所修的禅定比他高明 为什么四禅天人 四空天人 我们不叫他做圣人 小成出果 我们就叫他做圣人 不同在哪里 用心不一样 小成出果已经是无时无虚 四禅天人 四空天人 他还是有时有虚 不一样在此地 定功身在身 如果虚实两边没有舍掉 没用处 所以定功一失掉之后 还要堕落 还要轮回 小成出果那个定功 并不很深 很有限 但是人家已经是观念上无时无虚 所以他天上人间七次往来 就证阿罗汉 就出了三界 如果遇到念佛法门 已遇到他决定往生 为什么决定往生 因为他以无时无虚 这个态度来念佛求往生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而且往生的品位还很高 我们要想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把握 脱离六道轮回 往生不退成佛 这个要紧 太要紧了 如果这一句话的意思不太了解 你就常常想到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这就行了 或者金刚经 上还有两句更简单的话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也行 与这个都相应 世尊在本经末后 特别交给须菩提尊者 交给他 就是交给我们 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 完全在世上做 不取余相 就是应摩所住 如如不动 是说我们在六成境界当中 我们每天接触六成境界 不能离开六成生活 接触没有关系 不能动心 动心就错了 动什么心 顺境起贪爱的心 逆境起甜恨的心 动了这个就糟糕 如如不动 动 以中国话来讲 就是七情 喜 怒 哀 乐 爱 恶 欲 你动了七情 这个不能动 换句话说 不动 心是清净的 不动的心是平等的 不动的心是觉而不迷 跟 无量寿经 经题 清净 平等 觉 完全相应 那就是修清净 平等 觉 修清净 平等 觉 就是修弥陀净土 无量寿经 上 世尊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还有个别号 就叫 清净平等觉 清净平等觉 就是阿弥陀佛的别号 我们能够把 金刚经 这两句常常想着 把它做到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就是在修清净平等觉 发愿往生 当然往生 无时无需 把大小城 所有一切佛法 统统包含尽了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贤圣 这个一切 从小城 须佛还到 元教等觉菩萨 统统包括了 皆以无畏法 而有差别 什么叫无畏法 无时无需 就是无畏法 由此可知 这些圣者 就是无时无需 功夫浅身 小城四果四相 大乘五十一阶级 是从这里来的 实际上这些人 他们心中有没有这个阶级 差等 没有 佛为我们方便说的 你要问虚佛还 你正虚佛还果 他没有这个念头 他如果说 我正虚佛还果 他四相聚足 他有时有虚 他哪里是无时无虚 从小城出果心 就清静 就平等 没有这个念头 这些念头都是妄想 分别 执着 这个东西 他离开了 舍离了 我们从这里去体会 然后你就晓得 怎样来学习 也同时明白 为什么我们深深 逝世修行 没能修的成功 没有修的成功 就是我们虚实两边没离开 为什么我们这一身 修行功夫不得理 也是两边没离开 无时是空 无虚是有 空有两边 本经上讲的 法相与非法相 无时是非法相 无虚是法相 法相非法相 两边不取 都在这个意思上 理是空的 理是无时 是无虚 信无时 修无虚 因无时 果无虚 都是虚幻的 从这里面去观察 六 不但此也 一切凡夫心相 一切世间法相 一切因果法相 亦莫不尽阔无疑 此正是法华经 所谓如是香 如是信 如是体 如是力 如是做 如是因 如是缘 如是果 如是报 如是本末 究竟 此之为诸法实相 故此一语 真乃大臣法应 不但此也 前面给你说的 都是讲的三成的修行人 一切凡夫心相 一切世间法相 一切因果法相 亦莫不尽阔无疑 那些觉悟的人 修行正果 正阿罗汉 正辟之佛 成菩萨 成佛 他是明了 无时无虚 体悟无时无虚 他走的是一条光明的正道 成就究尽圆满的功德 我们凡夫迷惑颠倒 念念都是妄想 分别 执着 可是这些妄想 分别 执着 也是无时无虚 你大妄想 无时 在六道里面受果报 无虚 你细细想想 可见得这无时无虚四个字 是初世间法全都包括了 全都通达了 凡夫的心相 心相是妄想 世间一切的法相 凡夫心相是因 世间这些法相是果 这就是一切因果的法相 统统在里面 都包括静了 我们要细心去观察 细心去体会 然后才能够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看清楚 看清楚 你就不迷 不迷就是菩萨 菩萨教 觉有情 他不迷 迷就是凡夫 他真正觉悟了 此正是 法华经 所谓 如是相 如是性 如是体 如是力 如是做 一直到 如是本末 究竟 这是 法华经 上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 这十句叫 十如是 是 法华经 上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也可以说是整个 法华经 的中心 如是 就是此的讲的无时无虚 如是相 相无时无虚 如是性 性无时无虚 你把 如是 两个字换成无时无虚 那个意思更好懂 相 是现象 性 是本性 真如本性 体 是理体 实如是 这十个里面最重要的是 性 其他九个都是从自性里面变现出来的 世尊在 法华经 里面 将是出世间一切法归纳成这十大类 力 是能力 能量 做 是造作 就是变化 因 是轻因 缘 是比较输一点的 轻的叫因 输的叫缘 因要是没有缘 不会结果 因一定要得到缘 缘具足它就结果 报 也是果 我们举个浅显的例子 来说明这两个字 果 我们的人生是果 报 我们这一生当中的苦乐际遇 每个人都不一样 这是报 的人生是果 你这一生的苦乐遭遇 那是报 有的人命好 很享福 有的人命运很差 很苦恼 那是报 苦 乐是报 的人生是果 末后一句 本末就尽 前面九句不能包括的 统统归到这一句 这十句 法是出世间 所有一切法 统统包括尽了 此之位诸法十相 金刚经 上讲诸法十相 法华经 上讲 实如是 实如是 真的就是 是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 我们用这十句 解释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很清楚 解释华藏世界 披露遮那佛的华藏世界 也清楚 也明白 把这十句来观察我们自己这一生 我们过去跟现在 在生活上点点滴滴也清清爽爽 比世间算命的人高明多了 从前金山寺庙善法师讲 世间最会算命的人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算得准确 释迦牟尼佛以外 那些算命的都不可靠 都靠不住 释迦牟尼佛会算 释迦牟尼佛都给我们算了 你知道吗 这时如是就是的 你能够懂了 拿这个来看看自己 自己一生的命运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才叫高明 故此一语 真乃大乘法应 此一语就是 无实无虚 无实无虚真的是大乘法的法应 所有一切大乘法都是无实无虚 决定符合这一句的经义 不但大乘法 世间法也是无实无虚 明了世间法无实无虚 这个人也是大乘菩萨 九四 众以御名御住法之过 须菩提 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不失 如人入案 则魔所见 这是从比喻上说 科提很清楚 御住法之过 佛在经上讲 法上映舍 何况非法 很有道理 法不能住 一 此皆是明知实则不失之功德全虚 正是无实无虚的反面 法 为一切法 不外敬 行 果 敬者敬戒 五蕴 六根 六成等 行者修行 即六度等 果者果位 即住 行 相 地 乃至无上菩提 一间果报 如福德 相好 神通 妙用 等 此皆是明知实则不失之功德全虚 助于法 以为法是真有 执着在法箱上 这个错了 所以功德都没有了 诸位一定要 小得 不住 难 我们凡夫业障习气深重 真的无从下手 班若经 听起来很有味道 你做得到吗 做不到 还是有执着 你没有办法看破 也没有办法放下 换句话说 白听了 白讲了 听这不经的人 我想不会少过三千人 来来去去的 有今天来了 明天不来 明天来了 后天不来了 来一次也算 统统算进去 我想应该是三千人以上 这三千多人当中 哪一个看破 哪一个放下 一个也没有 我们这不经就白讲了 所以难 真难 你才晓得八万四千法门 任何一门 不要说大臣 连小臣包括 都不能成功 这才晓得佛法之难 幸亏佛很慈悲 为我们开了一条念佛往生的法门 这一个法门方便在哪里 可以执着 你就执着阿弥陀佛 这个能够助于法 行 你心里住在阿弥陀佛 住在极乐世界上 坚固的执着 直持名号 只有这一个法门 给你讲执着能够成功的 除这个法门之外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找不到 都是要破执着才能成功 没有执着才能成功 执着念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生凡圣同居土 不执着 那就生方便土 石暴土 济光土 那就高了 执着能出得了三界 能到阿弥陀佛那里去 凡圣同居土 不错了 可以了 何况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本愿 微神加持 马上把我们提升到 七的以上的地位 这是真正不可思议 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 很短的时间就成佛 这是一个特别法门 得要有福报 什么福报 相信 相信就有福报了 这个法门遇到了不相信 这个人没有福报 弥陀经 上讲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 因缘 得申彼国 相信的人有福 肯发愿的人那个福报 就更大 世间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福报 能跟他比得上 因为他不久要做佛了 你想这个福报多大 直识 功德就没有了 什么叫功德 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 功德是界定会 应界的定 界是功 功夫 持戒是功 得定 定是得 这个 得 跟得到的 得 是一个意思 你有一分功夫 你一定就有得到 持戒有功 得定 修定有功 开会了 这是功德 如果一执着 持戒不能得定 为什么 我这个戒持得很好 看到那个不持戒的 那个破戒的 心里面就深厌恶的心 你怎么会得到定 那个持戒 不懂得用功 不如法 诸位必须要晓得 是尊教人修行 是教你一个人的 没有教你看别人 你要是看别人 你的道业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能成就 华言经上 善财童子只有一个人 没有同参道友 如果善财还有个同学 善财也完蛋了 为什么 同学你跟我一样 恭敬心没有了 一个同学都没有 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佛 都是菩萨 都是老师 他那个礼敬诸佛才做到圆满 所以 不可以有一个同学 换句话说 真正修行人 自己是站在最低的 别人都在我头上 你才能修得成功 妖魔鬼怪都在我头上 都要礼敬 都是诸佛如来 怎么观想 诸佛如来是现的 是现善的境界来教我 在善境界里面不生欢喜心 视线妖魔鬼怪 逆境里面我不生甜会心 你的清静平等从哪里修的 在境界里面磨练出来的 离开这些境界 你修什么 好人 坏人 顺境 逆境 都是善知识 在我的心里面都是平等的 我在这里面修十大愿望 有丝毫差别的念头 你那个十大愿望 功德全虚 全都没有了 你所修的是福德 功德变成福德 功德没有了 福德有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功德太难了 经里面常讲 火烧功德灵 火是什么 发脾气 脾气一发 你们想想看 你那个定就没有了 定没有了 戒就没有了 你要问 你的功德有多少 你的想想什么时候没发脾气 如果灵命中时发一顿脾气 完了 一生都完了 毫无功德 所以佛法叫人送终 人灵终的时候 八个小时不要去碰他 为什么 神识没离开 那个时候你碰他 他会生甜恨心 一念甜恨 一生的功德都光了 都没有了 八个小时之内 不可以碰他 道理在此的 不可以不晓得 功德跟福德要分得清清楚楚 福德与界定会不相干 功德是界定会 正是无时无虚的反面 反面是什么 着实了 他执着有时有虚 法为一切法 世间法 出世间法 通通包括在其中 不外境 行 果 这是用这三个字把一切法概括了 静者境界 佛法里面所讲的 五蕴 六根 六成等 这都是属于境界 等事太多了 凡事这一类的都是属于境界 行者修行 即六度等 像三福 三学 六度 十愿 这都是属于修行 果着果味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的 乃至无上菩提 这些属于果 一间果报 果不仅仅是包含果味 也包括 果报 福德 相好 神通 妙用等 这属于报 果跟报 可以合起来讲 也可以分开来讲 二 行六度而自以为能行 此住于行 若有名誉等相 便住于境 心存有义所得 便是住果 无论心住何种 皆是住法 行六度而自以为能行 此住于行 真正修行人 不能不明经 经义不明 你理不通 道理不明 事实真相不清楚 古人常讲 经不可以不读 古时候 中国念书的人多 因为中国的社会 尊崇知识 打开我们中国的历史 这几千年的历史 可以说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历史 我们中国古人讲 世代福阶级 世代福阶级 就是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 中国人尊重知识分子 所以从前人有一句话说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印度有四种阶级 大家都知道 中国也有四种阶级 是农 工 商 中国四种阶级 哪一个阶级排在第一位 是 是是什么 读书人 知识分子排在第一 第二是农夫 农夫 农夫 耕作很辛劳 对于社会有很大的贡献 第三是工人 也很辛苦 劳力 不劳而获利的商人 他有钱 排名排在最后 现在社会颠倒了 现在商人第一 工人第二 农人第三 农人第三 念书人排在最后 现在念书人一文不值 社会颠倒了 如果我们住乡的话 就错了 自己以为能行 能修行 这是修福 念佛也是修福 持戒也是修福 参禅也是修福 弘法立身都是修福 这里面没有智慧 智慧是什么 理想是智慧 我虽做 做了心里面 若无其事 他才会生智慧 稍稍有一点执着 若有名誉等相 便住于静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名文立养 好名 有这个你住在静上 心存有意所得 便是住果 你住在果上 你得到的利益 你得到的财富 世间法里面讲 七情五欲 你只要有所得 你就住果 由此可知 如果这三桩事情 我们都不免 你静 行 果同统住 与大臣教义完全相违背 这个不叫学佛 这样的修学 实实在在讲 就是经上讲的可怜悯者 世间人没有闻到佛法 谈不上可怜 他没机会 没接触到 闻到佛法 而完全学错 学颠倒了 这个可怜 他为什么学错 为什么学颠倒 没有读经 没有懂得经意 中国古代因为崇尚知识分子 崇尚读书 大家总是尽量想方法去读一点书 因此看佛经不难 佛经虽然是古时候翻译的 是当时最白的文字 是那个时候的白话文 你要是不相信 无量寿经 是汉朝时候翻译的 你去看看汉朝那时候的古文 你跟他对比一下 我们这个经好懂 古文难懂 翻经的大师 已经非常慈悲 已经考虑得很周到 用最浅显的文字 希望每一个稍稍读一点书的人 都能看得懂佛经 都能了解佛的意思 我们佛经的这个文字 在现代文学里面叫做变体文 它比古文容易懂得多 可是现在可麻烦了 现在人完全不念古文 于是最浅显的佛经 拿到手上看不懂 文字上障碍了 这个难 这是我们现代人 一个很大的难关 必须要突破 用什么方法突破 读诵 中国过去教学 从哪里教起 从背诵教起 你要求学 你要想做一个知识分子 下手就是背诵古文 古代的教学 小学 老师教导学生就是教他背书 没有讲解的 这种教学法在历史上有记载 从汉朝一直到民国初年 都是用这个方法 小朋友七岁上学 上学就是跟老师 就不住在家里 要跟老师住在一起 每一个月初一 十五放假 回家去一趟 平常要跟着老师 这叫学 学什么 学生活 学洒扫应对 老师教他扫地 教他妈桌子 看年龄大小 能够做的事情教他 使他从小就勤劳 家里样样事情 他都会做 伺候老师 他能够伺候老师 回家就能孝顺父母 这是老师要教的 换句话说 他教的是生活教育 教你占有占的像 做有做的像 学这个东西 在文字上 四书 五经 教他念 教他背 一般总要背 一百到两百遍 会背之后 还要背 一百遍到两百遍 用意在哪里 修订 戒定会 小孩不叫他背书 他也会胡思乱想 天天叫他背书 他就没有时间去打妄想 他心得定 从七岁到十二岁 心定了这么多年 开智慧了 会是从定当终生的 十三 四岁以后 进太学 太学里面老师讲解 你从前所背过的这些书 现在来讲解 现在因为有定 开智慧了 才讲 你要是没有开智慧 讲有什么用 讲了也不懂 古时候的教学法好 非常可惜到民国年间学习外国人 这把我们这一代人给害惨了 智慧完全没有了 定也没有了 会也没有了 成天在胡思乱想 妄想 分别 执着增加了 所以我们这一代社会这么悲惨 世间大乱 没有智慧的人 佛门里面 从前一入佛门 五年学界 五年学界不是学界律 五年学生活教育 就像现在很多学校 新生一上学 新生大概有几个星期的生活教育 让他了解我们团体生活习惯 我们出家人 我们出家人一出家 五年生活教育 学这个东西 除这个之外 学经 经 这五年怎么样 看是哪一宗 哪一派 这一宗主要的经论要背诵 教你去念 念到会背 你学华颜 华颜经 不能不背 学天台 法华经 要背 天台三大部 分量根 华颜 大概也差不多 法华经 法华经文具 智者大师筑解 悬意事迁 从前线装本 每一种都是二十册 堆起来六十册 五年当中要背过 你才有资格学天台 你没有这个基础 讲堂里面没有你的座位 你说听经 你三大部都背过了 才有资格到那个地方 才有你的座位 你没有过五年 不能背 讲堂里面没有你的座位 你只能在旁边 照顾大家的生活 照顾大众 过去从灵寺院里面 教学这样严格 这五年就是我们佛法里面 讲的根本智 训练修根本智 根本智是定 从定开会 这是根本智 看起来 好像在寺院里面 念住了五年 什么也没学到 老师什么都没有教 就给你一本书 叫你去念 叫你去背 另外就叫你做工 常住这个生活 分配你去做 做工是生活教育 也是修服 念经是思想教育 叫你不要胡思乱想 修定 定不是每天盘腿面壁 盘腿面壁照打妄想 叫你背书 背书不能打妄想 一打妄想就念错了 所以叫你背书 用背书的方法 所以说 借定会三学一次完成 古德教学用心之苦 我们现在人想不到 恩德之后 也不是现在人能体会得到 现在人一接触佛法 就广学多文 学得乱七八糟 杂乱无章 不学还好 心还清净 头脑还清楚 一学 学得一塌糊涂 说几句话都语无伦次 你说怎么办 这不是佛法不好 方法学错了 从前是法 佛法 都是教你修定 修清净心 真的是 金刚经 上讲的 信心清净 则生十相 有这五年的教学 然后再听讲 我们从 高森传 居士传 里面所看到的 有人听讲 没有听多久就开悟 我们现在听一辈子都不开悟 什么原因 他经过训练 他的心清净 他的心定 尤其是金辈得很熟 辈得很熟 里面不懂 就是禅宗里面讲的 遗情 小一则小悟 大一则大悟 他提得起遗情 我们现在没有 这是说明 决定不能有助 一助就坏了 敬 行 果都不能助 这样才能够符合 无时无需 才能够符合 应摩所助 而生其心 这是真正在学大臣 真正在学班若 无论心助何种 皆是助法 这是经上讲的 若菩萨心助于法 不管你助哪一种 助一种都是助法 三种都助 还有什么话好说 三种都助 这个人不失 行不失的人不少 很多 都是中了福 毫无功德 他所修的是三界 有漏福报 为什么 他心有助 三 暗 则亦无所见 人在无名之中 永家云 助相不失 身天福 招得来身不如意 暗则亦无所见 人在无名之中 比喻 如人入暗 暗是比喻无名 他没有觉悟 他不开悟 没有智慧 永家云 助相不失 身天福 招得来身不如意 这是永家大师 郑道歌 上的两句 助相不失 将来的果报 升天 享天福 这个人能享天福 诸位要晓得 他修行五界十善 慈悲喜舍四无量心 心地真正是清净慈悲 才能够升天 一天到晚是搞明文立扬的话 他怎么能升得了天 升天享天福不错了 恐怕现在的人 住相不失 来身不能享天福 想什么福 可能至少有一半 享处身福 外国那些宠物 真享福 一家人都伺候他 把他当祖宗看待 我看到那个人 就是前身修福的 修福怎么样 他没有时善 也没有五界 心也不清净 愚痴修福 真修福 好事拼命去做 宇宙人生事实 真相道理不明 来生就到处生道 处生是愚痴 学佛连真佛 假佛都分不清楚 这是愚痴 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 冷言经 上讲得很好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佛法在我们现代 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有假的佛法 有邪法 还有妖魔鬼怪的法 挂上佛的招牌 你不能够不辨别 不能不清楚 好心学佛到后来学沉默 那真是冤枉 一定要辨别清楚 一定要有智慧 升天福的条件 要具足实善 要具足四无量心 慈悲喜舍 他才真正能够升天 才想天福 纵然升到天上 天福想尽了还要堕落 还是要搞六道轮回 这就是 招的来生不如意 佛门里面讲 三是愿 第一是修福 第二是享福 享福的时候 大概就不会修福 一享福人就迷惑 就颠倒了 佛在这个经上叫菩萨 菩萨不受福德 这一句话很重要 不能够把他轻易看过 叫菩萨不可以享福 一享福就迷惑颠倒 所以福不能享 佛为我们定的出家人生活非常简单 就怕你迷惑 虽然在中国 佛教发展为寺院丛林 住持 方丈住的房子多大 方丈 十尺乘十尺 就那么大的房子 不能享福 一享福就迷惑颠倒 不是负责寺院的执事 一般人住哪里 住广丹 通谱 不可以一个人住一个房间 一个人住一个房间 不会成就的 在大庭之下 装模作样像各样子 没有人看见就随便放异了 就懒散了 不能成就 广丹 通谱有个好处 睡觉也要规规矩矩 旁边人也看到你 什么时候都不可以放异 都要守规矩 道理在此地 今天生活比较富裕 一个人一个寺庙 我一看到这个样子 完了 完蛋了 那个地方不要去了 今天跟我这个顽固的思想相同的 有一个香港大雨山的圣意法师 跟我的看法完全一样 其他的法师跟我的看法都不一样 我们要想成就 要住广丹 决定不可以说一个人一个疗房 这个不可以的 所以 这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 一定有福报要舍 福报让大众去想 不要自己想 越有大福报 想福的人越多 那你的福报才真正殊胜 自己想 问题就多了 好 今天讲到此地 金刚班若言习报告第六十二卷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荡明 九年二月三年六月二 请先经本一百三十七面 四 不知观空 必随进转 升天之后 决定堕落 入岸 欲不见性 欲此人道眼未开 无名未破 虽学大臣行不失 既是盲修 必申重账 不知观空 必随进转 升天之后 决定堕落 金刚班若 就是教给我们怎样去观空 所谓 空 就是指的事实真相 一般初学的人 初听到空字 往往心里面生起恐怖 这一空了 那怎么办 有个恐怖的感触 如果要是给你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就不至于有恐怖的感想 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意思前面我们已经讲的很多 观 是观念 要把我们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 什么是错误的观念 以为一切法都是有 这个观念错误的 一切法却确实实没有 可是这一切法的现象 明明摆在我们面前 怎么可以说它没有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这个有 不是真的有 叫幻有 假有 妙有 说这些明相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有 不是真的 所谓 如梦幻泡影 不是真的有 由此可知 空 不能当作 空无 讲 空 什么都没有了 这不是佛经上讲的空意 佛经上讲的空意是 像有 性空 是 有 理 空 是 这个意思 一切像是 幻想 刹那 不停的 在变化 因此决定 不能够执着 你要是 不知道 这一切法 有 而非 有 你一定 就起 执着 在心里面 稍稍 有一点 执着 你就被 境界 转 你就 不 自在 我们现在讲 你受环境的影响 凡是会受环境影响的一定是凡夫 圣人已经不受环境影响 不要说大成的圣人 小成的圣人都不受环境的影响 我们在本经念过 虚陀还 司陀汗 阿那汗 这是小成人 他们都不受环境影响 由此可知 修行 如果想正果 诸位要知道 正果这桩事情很重要 不正果就不得受用 一定要正果 正果是我们修行的目的 如果要正果 一定要理想 理想就是心里面不能执着一切 法相 法相 非法相都不能够执着 这就是此的所讲的 观空 不会被外面境界锁转了 升天之后 决定堕落 这是讲你修行修的不错 五界十善 四无量心 乃至于很好的禅定功夫 升天 升天之后 一定会堕落 因为天最高 没有比天更高的 天府想完了 寿命终了 到哪里去投胎 到哪里去轮回 只有往下面去了 它上头没有了 我们人修得好 上面还有一层 可以到天上去 天没法子了 天府想尽了 就要往下堕落 不能出离六道轮回 你要问 为什么不能出离 因为他不晓得一切法相是患有 毛病出在这里 如果知道这一切法相都是患有 有而非有 于一切法不执着了 他不是凡夫 他是圣人 凡跟圣的差别就在此地 入暗 这是比喻 前面经文说 如人入暗 则魔所见 暗是无明 欲不见性 欲此人道眼未开 无明未破 虽学大成行不失 既是盲修 必申重账 这一小段 我们实在是要注意 可能就是我们现前犯的毛病 虽有这个毛病 自己不知道 自己还以为学佛学得不错 到后来学佛得不到结果 他也找不到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他不晓得 出了差错就是没有见性 见性谈何容易 但是这个地方一句 实在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就是要想见性 一定要把真性里面的障碍去掉 我们的心性才能现前 什么东西障碍我们心性 剑丝 沉沙 无明 这是经上所讲的三种烦恼 由此可知 修行没有别的 断烦恼而已 从哪里断起 从最初 最明显的烦恼先断起 最初的烦恼叫 见思烦恼 这是两大类 见 是见解上的错误 思 是思想上的错误 佛教给我们修学的总纲领 那个名字叫 观行 观是改变我们错误的见解思想 形式改变我们生活上错误的行为 依什么标准 经典 依经典修正我们思想见解 依戒律修正我们生活行为 行依戒律 知见依经论 经 律 论的作用是帮助我们改正错误 如果只是研究经教 不能改变我们错误的观念 这个没用处 如果懂 只管修行而不能断烦恼 这个修持也没有用处 烦恼从哪里断起 也要从最重的下手 假如我们的贪心重 先断贪心 我们的甜慧心重 先断甜心 每个人烦恼习气不相同 自己要好好的反省反省 哪一个毛病最重 先对付它 最重的毛病转过来了 其他比较轻一点的很容易转 就像治病一样 一定要首先治疗要命的重病 对于性命还不太相关的小毛病 并可以慢慢来 道理是相同的 道眼未开 破无明对我们来讲难 那是真的不容易 开道眼比破无明容易太多 道眼开了 你可以说实证知证见 我们学佛的同修 也常讲我们实证性的佛教徒 什么叫正性 道眼开了叫正性 不再迷信了 所谓 道眼 简单的说是有能力辨别邪正 现在这个社会上很乱 佛门里面也很乱 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团体 佛门里面乱 其他宗教里面内部都乱 有真 有假 有邪 有正 你能够一眼就看清楚 看明白 这是道眼 换句话说 有能力辨别真假 邪正 是非 善恶 厉害 你有这种能力辨别 你的道眼开了 如果没有能力辨别 怎么办 要依靠老师 就如同小孩 小孩没有能力辨别 是非厉害 他怎么办 依靠父母 不能离开父母 父母保护他 离开父母 他就非常危险 可能就要遭遇到致命的灾难 一定不能离开父母 必须等他长大成人 有了经验阅历 他才可以离开父母 可以独立 我们学佛一复如是 道眼为开要依靠老师 决定不能离开老师 离开老师不会有成就的 在老师的会下慢慢的去培养 这个培养就是修诫 修定 修会 界定会有了相当的基础 功夫能得力 这个时候老师就叫你出去参学 老师叫你去参学 标准在哪里 你有了道眼 你能够辨别是非 老师就叫你出去参学 成就你的定会 你出去参学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 除了老师之外 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你都可以接触 这个接触对你决定不会有伤害 成就你的定会 你接触的时候 像金刚经 是尊交给须菩提 实在讲就是交给我们大家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那怎么会受害 外部着香 内部动心 你定功成就 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了 不被静转 你就有能力转境界 能言经 尚说得很好 若能转境 则同如来 跟佛菩萨没有两样 佛菩萨转境界 不为境界所转 我们要有本事转境界 这就是要开到眼 刚才说了 没有这个能力 依靠老师 依靠哪一个老师 现在我们遇不到善之事 我过去给大家传授三规一 曾经给你介绍一位好老师 你要记住 哪一个老师 阿弥陀佛 依阿弥陀佛绝对不会错 阿弥陀佛是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哪里会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哪里 供一尊阿弥陀佛的像 不行 那个像不能保佑我们 阿弥陀佛要教导我们 天天给我们说法才行 大臣无量寿经 就是阿弥陀佛 我们这一生当中 在道眼未开的时候就专一 无量寿经 佛在经上教给我们 哪些事情不能做的 我们就不做 哪些事情应当要做的 我们就去做 依教奉行 这就是依靠老师 别人讲的 我这部经上没有讲 我依我这部经 我不依别的经 我专门跟阿弥陀佛学 这样学法 纵然道眼未开 也能往生极乐世界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回向记里面曾经念到 花开见佛物无身 一到西方极乐世界 道眼就开了 就能够分破无明 如果道眼没开 无明没破 换句话说 就以佛法而论 哪个是真的佛法 哪个是假的佛法 哪个是正佛法 哪个是邪佛法 你都搞不清楚 你把假佛 邪法当作正法 你去修不施供养 这是盲修瞎恋 不但功德没有 福德也没有 不但福德也没有 恐怕还有过失 这是不能不谨慎 不能不明了的 五 当知学佛 若道眼未开 势必处处砸以情见 其但六度行不好 且必增长我慢 竟其贪甜 反将佛法扰乱 行得不伦不类 其人一棒 直视于佛法道理 亦无所见 其只不能见性而已 执法未实之过如此 我等当痛戒之 当知学佛 若道眼未开 势必处处砸以情见 我想这一句话 根本用不着解释 每一位同修都应该 有很深的体会 无论是在家学佛 出家学佛 念念都有私心 念念都有情直 这就是道眼未开 他学佛不但佛没学得好 可能还要障碍别人学佛 别人学佛 他在那里搅祸 他在那里捣乱 这就是忤逆罪里面 破合合森 这个果报很重 他自己小不晓得 自己不晓得 以为他的看法 想法 做法都是对的 他自己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道眼未开 其他的人姑且不论 最重要的是要常常自己 减点反省 我们处世代人皆物 是不是杂以情见 如果有这个东西 要知道这是大病 这是病根 必须要拔除 用什么方法拔除 金刚般若 如何拔法 离一切相 经上讲的 应摩所住 真正修行人 必须是一切实 一切处 一切静缘之中 静是物质环境 原是人事环境 我们面对的时候 心要清静 一念不深 这就是 外部着想 内部动心 这里面不砸情见 保持自己的清静心 如果砸以情见 底下说得好 其但六度行不好 六度不要说别的 刚才讲的不湿 不湿你都修不好 不湿种福田 你那个福种在哪里 你那个福种在大石头上 不会生长的 人家种福田是种在肥沃的泥土里面 它会生根 会茁壮 会发芽 会结果 你那个种子 种在大石头上 种在沙土里面 不会生根的 这就是你对于福田 根本就不认识 连布施修福都不可得 何况其余 且必增长我慢 更高我慢 敬起贪甜 敬事竞争 敬赛 比赛 贪甜吃慢 不但没有断掉 没有消掉 反而天天在增长 这就错了 我们自己修行 一定要常常减点 我们的功夫如何 实际上说 学佛的同修早晚两堂功课 就是做这功夫的 早课是提醒我们自己 早课读经文 就是听佛的教会 我们这一天全部的生活 活动 不违背佛的教训 这个早课就真正有意义了 晚课是反省 是忏悔 做晚课想想今天一天 有没有违背佛的教训 如果有违背 没做到的 要改过自新 所以晚课是反省 减点 忏悔 早晚课要不是这样做法 那就毫无意义 早晨 佛菩萨面前念了一卷经 早课念了 好像这个事情就交代过去了 晚上再念一遍 我这个做学生不错 两堂功课一堂也没缺 其实有口无心 做的是行事 是样子 既是盲修 必身重账 盲修是对于自己见解 思想 行持毫无帮助 要用佛教术语来说 与观行毫不相关 那功夫哪里得利 重账是怎么说法 我说出来就很不好听 木头雕的佛像 画的佛像 做早课 早晨骗他一次 晚课又骗他一次 一天骗两次 从初一到腊月三十 天天照片 你这个罪过重了 重账 活人你要是骗他 海情有可原 木头雕的泥塑的佛像 你都忍心去一天骗两次 你这个心不说也罢了 可是这个世间还真有人这么做 我们得想想 我们是不是这样做法 这是很值得减点的 凡是贪甜吃慢 还有要存一个恐惧的心 我的烦恼业障还这么重 我修行功夫不得力 必须要让自己烦恼 习气一年比一年轻 想想今年跟去年比 今年轻了很多 这一个月跟上一个月比 我烦恼习气少了好多 这是进步 这就是功夫得力 功夫得力不得力 是从这个地方说的 不是说我念多少遍经 去年我 无量寿经 一天念一遍 今年我一天念两遍 你一天念二十遍也没用处 古人讲 喊破喉咙也枉然 那有什么用处 不再便数多 是在你功夫得力不得力 什么叫得力 是不是真的烦恼少了 烦恼少了 心清静 智慧一定增长 也就是说 这个世间名文立养 五欲六成 必定是一年比一年看得淡 这是你功夫进步 你看得淡了 渐渐的在这些静缘当中 他不动心 心恢复到清静 顺静也好 逆静也好 善人也好 恶人也好 他心里的波动没有从前那么高 没有那么激动 心渐渐平了 这叫功夫 这叫得力 起心动念想自己的事情少了 起心动念会替别人想 会想一切众生 会想整个佛法 这个人就是到眼渐渐开了 境界渐渐的好了 越转越好 我们不可以不晓得 不能够继续的盲修瞎恋 盲修瞎恋不但你的贪甜吃不能断 天天还在增长 反将佛法扰乱 行得不伦不类 起人一棒 叫别人看到你学佛 怀疑 甚至于毁谤 让人家看到你学佛 学佛很可怕 这个佛法不能学 学成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要时时刻刻记在心上 时时刻刻反省减点 改过自心 断恶修闪 直视于佛法道理一无所见 其只不能见性而已 这个见性谈不上佛法所说的道理 可以说是他完全无知 我们读经 听经也能够明白一些道理 可是这些道理在我们生活当中用不上 为什么用不上 我们饿的习气太重 已经养成一个习惯 听这个佛法 听得不错 觉得满油理也很喜欢 听的时候心里面也很舒畅 出了大门之外忘掉了 就没有了 听的时候好像有 出去就没有了 这是什么原因 不够深刻 所以它不产生力量 如何叫这个佛法的理 在我们心里真正起作用 那必须是有一段时间切而不舍 要把它入境去 这个才行 在美国我遇到一些同修 他们学佛十几年了 学的情况就跟此的讲的完全一样 真的是盲修瞎恋 贪甜吃慢天天增长 这一年来他们发心听录音带 把录音带所讲的 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 这个深入了 写了半年 一年 毛病习气真的少了 对于是原看淡了 入境去了 他得力了 这就是他日夜在那里 切而不舍 细心的听 认真的写 这才产生效果 这个方法确实好 这一部经 已经有别人写出来了 我们写 行 他写是他的 他的利益 你没有写 你得不到利益 哪一个人写 哪个人的利益 拿到别人的东西不行 自己不能的利益 现在用词代写 讲记的人不少 在台湾 在中国 在美国都很多 我常常收到他们的来信 告诉我 他们在认真的在写 这是现在用这个方法 还能收点效果 听经不行 太难了 我们讲习不是一个长期的 断断续续的 所谓 一日报之 十日寒之 要收效果 非常困难 十大愿往里面 有 请佛注释 道理在此地 善知识 要不能常住在这个地方 天天跟我们讲 我们每天来听经 每天来训习 训习各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也许有各样子 会转变一点 长时间的熏习 若不是长时间熏习 很难收效 但是我们看到古人 像大藏经里面的 高僧传 居士传 从前这些出家 在家的修行人 他们往往三年 五载就开悟 就能够契入 为什么我们今天三十年 五十年都不行 这是你没有看到 从前人跟现在人修学的方式 从前的人修学 真的是切而不舍 寺院里面八个终点讲经 每天听八个终点经 八个终点修行 修行大致的方法 不外乎参禅 念佛 所以寺院里面 如果没有禅堂 一定有念佛堂 总不外这两种 如果是禅宗 禅堂里面 一天听八个终点经 禅堂里面去静坐八个终点 一天十六个小时 这样用功 比我们现在学校强多了 不但比学校 比军队都殊胜多了 军队也没有这么严格 一天十六个小时 所以他有个三年五载的讯息 成功了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成功 一天二十四小时听两个终点经 要打二十二个终点的妄想 你说有什么指望 没有指望了 过去的人是一天十六个小时用功 你要让他打妄想 他没有时间 他太疲倦 他要休息 那八个小时还要休息 还要工作 还要吃饭 所以他的生活非常紧张 没有时间打妄想 这就是现在人修行 怎么样也没有办法 跟古人相比的原因之所在 不是我们现在人头脑 不如古人 不是 我们修学的方式 跟古人比差得太远了 人家一天十六个终点用功 我们充其量两个终点 这是怎么样都没法子 我在过去讲习当中说过 纵然我们今天一天 能够用十二个小时功 另外十二个小时还在打妄想 那个功夫才一半一半的 要想克服五使节来的 妄想习气不容易 所以古人十六个小时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机会 找不到这种道场 怎么办 如果你真正想用功 自己干 现在自己干 比古人自己干的缘要舒适 古人那个时候是一众靠众 大众在一块共修 互相勉励 一个人太困难了 没有人帮助 现在一个人行 现在我们有电视 有录像带 有录音带 我们用这个东西来帮忙 我们家里的小小念佛堂 一个人修也好 两三个人共修也好 念佛机打开 二十四小时 佛号不中断 跟古时候那个念佛堂就没有什么两样 人家念佛堂人多 我们念佛堂人少 可是佛号不中断 绕佛的时候出身念 指静 拜佛 不出身 听佛号或者心里面默念 这个法子好 今天这个时代 真正肯用功夫自修的人会有成就 指法未实之过如此 我等当痛戒之 这就是经文所说的 若菩萨心注于法而行不失 注就是心里执着 以为这个法是真的 事实有 不知道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不知道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所以这种修行有这么重的过失 真的是盲修瞎恋 九五 欲不住之功 这是从另一面来看 欲不住之功 前面是住相的过失 住就是执着 执着的过失 不执着 功德就无量无边 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失 如人有目 日光明照 见种种色 一 若能 心不住法 无时 而又情不失 无虚 是其人道也明彻 空有双离 真为依文字般若 其观照般若 则由于佛日光辉之中 彻见如时空 如时不空 具足体相用三大之性 如佛所得也 其功德不可思议也 若能心不住法 就是前面讲的无时 因为一切法无时 当然他就不住 不会把一切法放在心上 这个意思同修们一定要明了 要很清楚 不住就是心里面很清净 一丝毫的忧虑没有 一丝毫的牵挂没有 为什么没有忧虑 忧虑是妄想 为什么没有牵挂 牵挂是执着 都是错误的 都是假的 世尊在经中明明的告诉我们 三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能够忧虑牵挂的心不可得 你用什么忧虑 用什么牵挂 用心 心不可得 你所牵挂的那些事 因缘所生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能锁都不可得 佛叫你无助是真话 不是假话 实实在在这样才对 你不这么做 你就错了 虽然心不住于一切法 心里面什么也不牵挂 干干净净的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而又情不失 情是很努力 很勤奋 在干什么 在做不失 不失是广义的 这两个字包括我们整个的生活范围 是我们一生当中全部的生活行为 在此的用 不失 两个字做代表 生活行为怎么叫不失 我们的生活行为要如理如法 要规规矩矩 给一切世间人做一个好榜样 这就是不失 穿衣 我们穿衣是人家穿衣的好样子 这就是不失 希望我们影响他们 不要被他们影响我们 现在外面一些年轻人 穿那些衣服 那些图案画的 你仔细一看是妖魔鬼怪 我们看了也去买一件穿 我们被他赚了 我们也变成妖魔鬼怪了 我们看到这个觉得不太对劲 所以我们在台湾也设计了一套 全部是佛经上的句子 这个好 此的还做了有几件 有些同修们穿在身上 阿弥陀佛 这个好 人家一看 念一句阿弥陀佛 善根种子就种下去 后面应 敬念相继 敬定安乐 是 无量受精 上的句子 我们穿衣服就是不失 就是叫很多人种了善根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这样做 我们就能转移社会风气 不要看到这是小事情 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 社会风气慢慢好转 这个地区人心安定 人心定了 社会就平安 大家都有福了 每天去搞这些妖魔鬼怪 不得了 你不要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影响 影响很深很远 决定不是好事情 我们做带头的作用 希望大家要能响应 多设计一些好的图案 正面的 能够叫人看到深欢喜心 提起正念 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 死的的静宗学会 设计的T恤也不错 不妨多设计几种 一种大家天天穿的好像老样子 不换换花样 还感觉的有一点难过 多设计一些花样 对我们情绪可以能够调节 这样好 多设计 我们多定做 甚至于我们也可以跟亲戚朋友 认识的人结结缘 这个结缘好 费用很少 影响很深远 影响的层面很大 如果在新加坡 能够有个一万 两万人穿这种衣服 对这个社会 就会起很大的作用 这是说不失点点滴滴 都是诱导众生断恶修缮 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这就是不失 它的范围非常之广 是其人道也明彻 空有双离 真为一文字般若 其观照般若 则由于佛日光辉之中 彻见如实空 如实不空 具足体相用三大之性 如佛所得也 其功德不可思议也 这个地方所说的 句句都是真实话 一个人果然心地清净 又能发心帮助别人 这个帮助别人 诸位真正懂这个意思 你坐在家里不动 你就帮助这个社会 你就帮助无量无边众生 你是一个家庭主妇 在家里面完全做洒扫 洗衣烧饭 也能影响这个社会 也能影响一切众生 念念当中点点滴滴 都要跟社会大众做好样子 这个好样子里面一个原则 就是破迷开悟 断恶修缮 做这个样子 只要去做 自自然然慢慢 它就会影响 这叫真修行 肯这么做法 一定是道眼开了 道眼不开 他不会这么做 道眼没开 念念是自私自利 哪里肯做好样子 给别人看 他没有这种念头 有这种念头 真肯这样做 这个人的确他的思想见解 跟一般人真的不一样 空有双离 离有事不着相 心地清静 离空 是要给众生做榜样 这是真正的依文字般若 其观照般若 文字是经典 读了 金刚经 他真的去做了 观照是去做了 也就是经上讲的寿辞 寿辞就是依教奉行 佛教给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样去做 佛教给我们不执着 教给我们离一切相 我们真的就不执着 真的就离想 佛教给我们情愚不失 我们懂得这个意思 真正发心 点点滴滴 跟广大众生做样子 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这就是空有两边不着 这就是受持 金刚般若 由于佛日光辉之中 跟佛菩萨成愿再来没有两样 佛菩萨成愿再来再六道里面游戏神通 我们这个念头一转过来之后 我们的生活也是游戏神通 哪里都不执着 处处随缘 绝无攀缘 你说那个生活多自在 充满了智慧 充满了慈悲 彻见如时空 如时不空 空 不空是宇宙万有的真相 他彻底明白 见到了 所以表现在生活之中 表现在航池之中 是具足体相用三大知性 体 空记得 心里面一面不深 忧虑 牵挂舍得干干净净 这是与 体 相应 又能行于不失 这是与 相 用 相应 行于不失 一定现种种相 一定起种种作用 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 跟诸佛菩萨 无二无别 如佛所得 这个人的功德 只有佛知道 等觉菩萨也不能透彻了解 当然他也没办法说得出来 这是真实 决定不是假的 二 住法不失 尚且如人入岸 然则住者跟成等境而不行不失者 当入何等境界 真不堪设想以 住法不失 尚且如人入岸 法是佛法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世间法他放下了 他不执着了 不放在心上 他佛法很喜欢 把佛法放在心上也不行 也是错的 为什么佛法也不能放在心上 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 佛无有定法可说 佛无有法可说 佛都没有法了 你怎么可以把佛法放在心上 经上又说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那个法是佛法 为什么要舍 因为佛所说的一切法 也是因缘身法 当体即空了不可得 这个告诉我们 佛法是法都要放下 你那个心才会干净 所以说 住于法不失 那个人还是入岸 尚且如人入岸 然则住者跟成等境 而不行不失者 当入何等境界 真不堪设想以 这个话我们简单的讲 那个人天天忧虑 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太多 样样放不下 又不肯不失 他的前途如何 将为农注解里面讲 不堪设想 前途在三途二到 没法子 住相 肯不失 肯帮助别人 能够舍己为人 那个人才升天福 才能升天 住相不肯不失 不肯帮助人 他的后果决定在三途 为什么 他一定是贪田吃慢增长 道理在此地 贪心重就敢恶鬼道 田会心重 则敢地狱道 鱼吃心重 敢畜生道 我慢心重 敢罗沙修罗道 变成这个 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 六道 使法界都是自己心想变现出来的境界 你这个心天天想贪 贪明 贪力 贪五欲六成 这是恶鬼道 恶鬼道从哪来 是你自己贪心变现出来的境界 你自己去受用 什么样的心 变什么样的境界 佛给我们讲 人道是五界 下品实善变现出来的 我们前世五界实善修得还不错 这一生的人生 的人生是果 得到人生 这一生当中的享受 受用 那是报 果跟报不相同 我们要果好 报也好 报要好 应该怎么办 一般浅学里面讲 不出六道的 断恶修善 前世修善 你这一世报就好 得富贵 健康 长寿 前世如果没有修善 造恶业 这一世就贫穷 生活很困苦 会得这个报 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事实真相 我们冷静想想自己 处世代人皆悟 我们用的是什么心 我们所做的是善是恶 将来前途如何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必去问人 九六 结成 须菩提 当来之事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能于此经受持独送 则为如来以佛智慧 西知世人 西见世人 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佛在这个地方 总结前面一段 无时无虚 离乡不失 他所得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 一 当来 通止佛后 亦再辗转弘扬此经 不令断绝 利益无尽焉 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 当来之事 不是指佛陀在世 当来 通止佛后 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佛当年讲经所说的 当来之事 亦再辗转弘扬此经 不令断绝 利益无尽焉 佛法要弘扬 佛法要流通 才能够利益广大的一切众生 佛法决定没有自私自利 我们自己修行 做大众的榜样 我们团体修行 给其他团体做一个榜样 在三归一里面 归一僧 众中尊 这句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僧 僧是和和 清净 六根清净 一尘不染 内心无助 就是此的讲的无实 修六合净 那就是无虚 就是身心 僧团是这个意思 无助身心 六根清净 无助 修六合净 身心 无实无虚 六合净的团体 我们现在叫团体 古时候佛门叫重 重 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团体 社会上团体太多 人不能离开社会生存 大团体 小团体 大的团体是国家 更大的团体是联合国 小团体 在家同修最小的团体是家庭 没有办法离开团体生活的 尊 是尊贵 僧团是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尊贵的 换句话说 僧团是所有一切团体的好榜样 他用什么做榜样 各个人心清净 大家和睦相处 六合净相处 一个僧团的建立会影响别的团体 人家到那里一看 这个团体会叫人声恭敬星 深陷木星 他就会想到 我们要向他学习 这就是不失 不必要叫做出来给你看 僧团可贵 真正是一个僧团 诸佛护念 隆天拥护 护法神护持谁 护持真正的僧团 如果我们心不清净 跟别人不能相处 和不来 那就是不和和 这个团体再多 再大 人再多 也不叫做僧团 不可以称为僧团 僧团 一定是心地清净 修六合净 这个意思就是要辗转弘扬 僧团里面就肩负这一个使命 承担这个责任 一个道场 不管是大小 住持就是承担责任的人 他的责任就是红化一方 住持就像一个学校校长一样 他要负责任的 校长可以不讲经 可以不说法 可以不上课的 聘请教员 那个教员是不是真正善之事 这是校长的责任 聘请一个好的善之士 这一方众生都得利益 如果请的不是真善之事 校长要负责任 校长有过失 所以校长有权 教化众生的权在他手中 阿蛇里就是教员 教员没有权 教员有能力 权根能辨别清楚 他有能力替校长办事 校长交代他的任务 他要认真把他完成 所以一个寺院就跟一个学校没有两样 诸位仔细去观察 我们中国丛林制度 跟现在的学校没有两样 住持是校长 首座是教务 管教务 为那管训导 兼院是总务 现在学校只是有教务 训导 总务 我们佛门里面名称不一样 但是职务完全相同 你仔细去观察 它是学校的组织 所以 要肩负弘法立身的使命 在一切法里面 不管是哪一宗 哪一派 哪一个法门 金刚经 是通于一切宗派法门 他讲的是修行的原理原则 大家如果一看 金刚经 是禅宗的 你看的太偏狭 偏见 狭小 金刚经 的教义是通一切法门 不但是整个大乘法 连小乘法也包括在其中 前面经文我们读过 虚陀还不做事念 我得虚陀还果 那就是金刚经 的意思 就是无助身心的意思 可见得通小乘 没有一法不通 不但通小乘 通世间法 世间人要学会 金刚经 这个方法 在世间建大功 立大业 这个一点都不假 所以这不经的利益 无有穷尽 是出世间一切法 都不能离开 金刚般若 二 受 领那义去 即是解业 私会 持 如法而行 修会 又指持 福音不诗 读诵 是文会 这一段经文里面 关键的字眼就是 受持 如果没有受持 其他什么都谈不上 受持两个字是关键 受 领那义去 即是解业 私会 你要是对于世尊在本经上讲的道理 义理 以及佛真正的用义 去就是佛的意思 佛讲这个经的意思 你真的能够透彻理解 真正明了 像开经济讲的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你懂的如来真实义 这是私会 持 如法而行 金刚经 上教我们什么 教的是总的原理原则 行门当中的总纲领 离乡不失 无助身心 这是总纲领 总原则 简单的讲 心理清净 一尘不染 念念为利益一切众生 要生这个心 决定不能有丝毫为自己的念头 我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 但是也为自己 那个不行 你里面夹杂了 你夹杂就没有真智慧 有一点小智慧 不是真智慧 真智慧不能够夹杂 夹杂里面的智慧 在我们佛法里教是智变聪 不能出六道 真智慧才能超越六道轮回 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叫 是智变聪 他起心动念 百分之九十九为众生 还有一分为自己 这都不行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没有破 丝毫都不为自己 你的四相才破 破四相就出了三解 班若经 上这种方法 真的是巧妙 我们看到小成人 正得虚脱还果之后 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来 才能断见私烦恼出三界 那个多难 多苦 人间寿命短 天上寿命长 想想天人 我们就会心灰意冷 刀利天天主 我们中国人叫他做玉皇大帝 就是基督教里面的上帝 刀利天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一百年 我们一个人活了一百岁庆祝 老人家长寿 刀利天人看到了 才一天 你说多可怜 再往上去看 那就更没意思了 夜摩天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两百年 兜律天是弥勒菩萨住的地方 兜律天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四百年 我们人活了一百岁 兜律天看到 怎么一回儿就没有了 你想想看有什么意思 这是佛经上的话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决定不是假话 佛的这些话 科学家们相信 因为现在我们接触到外太空 知道外太空每一个星球里面 时差都不相同 所以这些众生寿命不一样 长短不一样 现在在科学的理论上 已经得到证明了 人生苦短 生命太短 太苦了 何必造业 想想的确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何必要去造业 持 要如法修行 一定要遵守无助身心 念念为一切众生 不要去想自己 没有自己 那就成功了 自己还没有放下 换句话说 轮回没有放下 自己要放下了 轮回就没有了 这个利益不知道有多大 我们无量劫来 就是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 什么原因 就是 我的这个念头 执着的念头没有完全放下 百分之九十九为一切众生 还有一分为自己就不行 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 彻底放下一切为众生 不要害怕 我彻底放下了 我明天日子怎么过 日子好过的很 想不到的好过 放不下是真难过 放下就好过了 这是修会 又指持 福音不失 指持两个字 我们在经上常看到 弥陀经 上讲 指持名号 这就是全程肯定 决定遵守 永远不放弃 这是指持的意思 对什么法要这样指持 西方极乐世界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心里 什么都放下了 干干净净 只保留一个阿弥陀佛 其他的都不要 就要一个阿弥陀佛 佛为什么教给我们这样做法 诸位必须要知道 这个心干净 什么都没有不容易做到 做不到 他不想东就想西 他会胡思乱想 佛知道众生这个毛病 用一个方法叫你执着 把其他的执着都打掉 这个方法就妙了 佛门里面 所谓法门无量 八万四千法门 多半的法门都用这个原理 叫你执着一个 把其他的妄念打掉 像宗门里面用的观星 后来变成参话头 叫下交给你修止观 还不都是有执着 但是你要晓得 那些执着 执意舍一切 他不能往生 必须要用这个方法 把剑丝烦恼断掉之后 你才能出得了三界 唯独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 见思烦恼一品都不断 也能往生 这个便宜占大了 所以叫 门于大道 不要断烦恼也能够往生 用其他的方法 可以说原理都是一样的 用一念指一切妄念 就是这么个道理 但是其他的方法 不破剑丝烦恼 不能出三界 不能算成就 唯独进宗法门 支持名号 一品烦恼不断都能往生 你要问这是为什么 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佛的愿力 到灵命忠实佛来接引 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 不要怀疑 不要问 有些人破净土的 哪有什么西方极乐世界 现在飞机从西面飞 飞几个终点步就又飞回来了 哪有西方 我们听听 不错 是满有道理 那就完了 你对净土怀疑不相信 你这一生往生的机会 就被人家破坏掉了 根本不要理会 现代人怎么说 自古以来念佛往生的人 有多少 人家都去了 我为什么不能去 决定不怀疑 必须要知道 妖魔鬼怪的手段很高明 他们看到你念佛 看到你要脱离娑婆世界 要去做佛 做菩萨 他又嫉妒 又恐慌 想尽一切方法来阻扰你 来破坏你 让你去不成 这些年 净宗在全世界红传 的确是有进步 读经的人多 念佛的人多 可是魔也很厉害 障碍的手法很强 很高明 过去有一个时期 有人说戴业不能往生 查遍 大藏经 没有 戴业往生 这四个字 那的确是引起世界性的震撼 许许多多的念佛人 听了这个话 人家确实拿出证据来 大藏经 尚没有 戴业往生 这四个字 引起一阵恐慌 在美国老居士当中 沈家珍居士很多人都闻名的 沈家珍居士都慌了 他请我到纽约去奖金 那个时候他七十多岁 自己驾车在机场迎接我 在车上就提出这个问题 我在洛杉矶碰到周宣德老居士 这在台湾非常有名的大德 他恐慌的程度超过沈家珍 都被我碰到 他来问我 法师 现在人家查遍 大藏经 都没有戴业往生 我们这一生念阿弥陀佛都百念 我看他那个语气神情沮丧 悲哀 可怜那个样子 我叹了一口气 我说不去也罢 他才觉得非常意外 你怎么说这种话 我笑着问他 如果不代业 西方极乐世界有哪些人 你晓不晓得 经上说的 说西方世界那些人太多了 数不清 如果不代业 西方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 孤家寡人一个 你去干什么 我这样说 他还没听懂 还听不懂 他感觉到很茫然看着我 我只好再给他解释 我问他 观音菩萨 大士智菩萨 文书 普贤 这都是往生极乐世界的 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香无名没破 对不对 他说 对 我说 那是不是业 他才恍然大悟 才明白了 等觉菩萨还代业 不代业的只有阿弥陀佛一个人 文书 普贤都往生 都代业往生 经上没有代业往生四个字 但是有意思在 佛教给我们 一一不一语 四一法里面讲的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一 是什么 西方世界有没有讲四徒 三倍九品 有 这个经上都有的 如果要不代业的话 四徒三倍九品从哪来的 他这才明了 才放心 我说 老实念佛 决定往生 怎么学佛学了那么多年 被人家几句话就下的那个样子 就被境界转了 很糟糕 现在又有新花样了 有人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太阳神 太阳往西边落下去 东方药师如来是早晨的太阳神 阿弥陀佛是下午的太阳神 太阳神就变成两个了 你们想想怎么讲得通 所以稍稍有一点头脑的人 一听这个话 他那个把戏就揭穿了 怎么会这么没有智慧 这都是不明教理 真的是盲修瞎恋 才会轻易被人家几句话就动摇了心 这是很可怜的一桩事情 所以我们要伸解 要坚持 无论别人怎么说 能够劝导他的就劝导他 不能劝导的就念阿弥陀佛 无论你怎么说 我还是念我的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 他一定会问 你为什么这样固执 因为我看到不少人念佛往生的 你修你的 我修我的 互不相干 假如我修成功 你没成功 将来我度你 如果我这个失败 不成功 你修成功了 到以后你来度我 这两位交个好朋友也不错 读诵是文会 这是寿池读读诵 文、思、修三会俱足 三、先言寿池 是明其以开圆解 信圆池一圆 是人生弃佛指 蒙佛加倍 是人功德 为佛正知 先言寿池 是明其以开圆解 受持 是关键 他怎样肯接受 肯依教奉行 他要不是真的搞清楚 真的搞明白 他做不到 叫你一切放下 你决定放不下 为什么放不下 没搞清楚 我为什么要放下 没搞清楚 所以一定要把事实真相 搞清楚 佛教给我们放下 他自己放下了 释迦牟尼佛 是献给我们看的 身在帝王之家 真的是贵位天子 富有四海 他统统放下了 别人要真 拼命去真 他得到了 舍弃 放下了 妻子 儿女都放下 所有的财产也放下 样样都放下 他也学了不少法 印度96种外道他都学过 他统统放下 法也放下了 是法 出示法全部都放下 做给我们看 不单单是口说 放下之后 真实的功德利益 表现在哪里 表现在49年 讲经说法 我们这个地球上 有时以来中国 外国 哪一个人一生所说的东西 能跟释迦牟尼佛比 没有一个 我们看看留下来的经典 无论看到哪一步 真的是充满了究竟圆满真实的智慧 你从这个地方体会释迦牟尼佛他的生活 他的意思是什么 生活在究竟圆满智慧之中 这是福 反过来想想 我们生活在忧虑烦恼之中 他生活在智慧里面 你能想到这一层那就了不起 这个佛我要学 佛的生活是真正幸福美满 我们今天这个世间人常讲真善美慧 佛才是真善美慧的生活 究竟幸福美满 人家是过这个日子 你要是见不到这个 你怎么肯真正发心去学佛 你要是没有这个境界 金刚经 一展开 须菩提虽然称赞 稀有世尊 你听了也莫名其妙 哪个地方稀有 没有看出来 必得自己有个几分相应 这个真有味道 我们没看出来 他这一句提醒了我们 我们看出味道出来了 所以自己一定要真正看破 放下 然后古圣先嫌稍稍给我们提示 我们就会误入 像我过去讲 人言经 我是学 人言 的 人言 大概讲了至少有七遍 我都记不得 讲过很多遍了 大师至菩萨念佛原通章 的书圣 那就是不懂 就这么含糊笼统讲过去了 看不出他特别殊胜处 印光大师这一点 我就觉悟了 我没有见过印光法师 他怎么点醒我的 净土五经 净土五经 的大师至菩萨念佛原通章 和在五经里面是印光法师 净土原来只有三经 普贤行愿品 是为原居世家进去的 他是清朝贤丰年间的人 大师至菩萨念佛原通章 是印光法师家进去的 他把这个经放在净土五经 后面 我在意想 有道理 我才看出这二百四十四个字 不可思议 净土宗的心经 不但是净土宗的心经 是整个大藏经的心经 比班若心经 殊胜太多太多了 这么回过头来一看 趣味无穷 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不真干 祖师怎么指点 也是枉然 你也体会不到 先言受持 是说他 已开圆解 我们一般讲 他已经开悟 性圆持一圆 他解圆了 性就圆了 于是他的修行 他行也圆 持 是讲他的行持 他在生活上圆满 是人生气佛指 对于佛的意思 他深深的体会了 他明了了 蒙佛加倍 是人功德 为佛正知 这个人的佛的加持 佛的加持在一般来讲 自己应该感受得到 业障能消 我过去年轻时 身体不好 业障很重 最明显的是口臭 我出家的时候 有一些同修都指着我 法师你的口很臭 可是讲过几年经之后 没有了 那些同修说 法师你修得不错 你的业障消了 还有我耳朵里面有一块黑质 大概有小手指这么大的面积 没有了 自己脱掉了 身体轻松了 病痛没有了 有很多地方 自己能够感受得到佛力加持 在讲台上就更明显 许许多多的意思 都自自然然升起来 这三宝加持的 你们这几天学 弥陀经 我讲六方佛 那不是我想的 也不是我预备的 在讲台上就自然讲出来了 讲出来之后 常怀法师就告诉我 他说 法师 你讲的不错 你有没有笔记 我说 没有 那赶快写 讲完以后 下台写的 不是上台写出来的 讲完以后写出来的 这是佛力加持的 好 今天就讲到此 就会帮助 我说 我们不听过 我们不听过 有没有笔记 我们不听过 我们不听过 粉丝 有没有笔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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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